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人民的权利获得保障 从英国开始制定大宪章 1215年 权利请愿书 1628年 人生保护法 1679年 权利点章 1689年 影响到在美洲的殖民地 而导致了美国的独立革命 并使美国发表了独立宣言 1776年 又影响到欧陆国家 使法国发生了大革命 制定了著名的人权宣言 1789年 这股推翻专制并制定新线以保障人权的风潮并逐渐扩散到整个欧洲 一使得亚洲的日本及中国也受到影响 二 宪法的重要内容 法国人权宣言第16条 国家若不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且没有采用权力分立的政府 制度 可以视为没有宪法 由此可以了解 基本人权与政府组织 是近代宪法重要的内容 一 基本人权方面 宪法第二章 一 平等权 中华民国人民 无分男女 宗教 种族 阶级 党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宪法第七条 二 自由权 自由权的内容繁多 又包括以下数种自由权 一 人身自由 宪法第八 九条 二 居住迁徙自由 宪法第十条 三 意见自由 宪法第十一条 四 秘密通讯自由 宪法第十二条 五 信仰自由 宪法第十三条 六 集会结社自由 宪法第十四条 三 受益权 受益权也包括了下列数种受益权 一 经济上受益权 宪法第十五条 二 行政上受益权 宪法第十六条 三 司法上受益权 宪法第十六条 四 教育上受益权 宪法第二十一条 四 参政权 参政权包括了参与政权及参与治权两种 一 政权 选举权 罢免权 创制权 复决权 宪法第十七条 二 治权 应考试之权 辅功职之权 宪法第十八条 五 其他 以上未列举之权 以不妨碍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违宪 亦受保障 宪法第二十二条 二 政府组织方面 宪法第三章至第十一章 一 国民大会 第三章 二 总统 第四章 三行政院 第五章 四立法院 第六章 五司法院 第七章 六考试院 第八章 七监察院 第九章 八 中央与地方权限 第十章 九点 地方制度 第十一章 三 立国基本原理方面 宪法前言与总纲 一 根据中山先生遗教 二 民主宪法 三 共和国体制 四 中华民国为国号 四 基本国策方面 宪法第十三章 一 国防政策 二 外交政策 三 国民经济政策 四 社会安全政策 五 教育文化政策 六 边疆地区政策 五 施行与修宪程序 宪法第十四章 三 宪法的种类 一 依宪法存在的形式分类 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 一凡是法律以具体条文法典的方式 所制定出来的 即称为成文法 相反的若是法律规范 并没有具体的条文法典 而是以惯例 法院判决所形成的 即称为不成文法 二 英国为不成文宪法 但是并非没有宪法 英国宪法即包括于大宪章 国会法 法院判例 宪政习惯 政治传统等全部之集合体 三 而美国虽是不成文法国家 宪法却为成文宪法 也是世界上第一不成文宪法 二 一 宪法修改难易分类 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 一 刚性宪法如美国 日本宪法等 美国宪法需经参众两院三分之二 多数通过 或全国三分之二各州议会 提宪法修正案 在经全国四分之三的州议会 通过才生效 而日本宪法 需由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宪法修正案 再向国民提出 经公民投票过半数同意后生效 二 柔性宪法如英国 修宪方式与一般法律相同 三 一 政府组织分类 三权宪法 五权宪法 一 传统西方宪法 在政府组织采取三权分立 行政权 立法权 司法权 二 国父孙中山先生则认为 行政机关拥有考试权 将可能滥用人才 立法机关拥有监督权 则将造成国会专制 因此认为应令设考试院和监察院 此乃五权分立之由来 四 中华民国宪法属于 一 成文宪法 二 刚性宪法 三 明定宪法 四 五权宪法 四 宪法位阶理论 凯尔森将法规范建构出 一个有体系的理论 透过该理论的解释 法规范成为一个 如阶梯般的上下秩序 彼此各具有特定的位阶 与特定的内容 而不相冲突 一 法规范之间的关系 如同金字塔 下多上少形成位阶 最上层是宪法 中层是法律 最下层是命令 二 法规范之间的效力 下位规范不得抵触尚未规范 下位规范抵触尚未规范者 下位规范无效 我国宪法及有类似的规定 三 宪法与其他规范的差别 一 名称不同 一 法律 得定名为法律 条例或通则 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二条 二 命令 各机关发布得依其性质 称规成 规则 细则 办法 纲要 标准或准则 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三条 二 制定机关不同 一 宪法 由国民大会制定 宪法前沿 二 法律 应经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 宪法第170条 中央法规标准法第4条 三 命令 由各机关依其法定职权 或基于法律授权定定 中央法规标准法第7条 三 规范事项不同 一 宪法 规范人民基本权利与国家组织的运作 二 法律 规范下列事项中央法规标准法第5条 A 宪法或法律有明文规定 应以法律定之者 B 关于人民之权利 义务者 C 关于国家各机关之组织者 D 其他重要事项应以法律定之者 三 命令 应以法律规定事项不得以命令定之 中央法规标准法第6条 四 修改方式不同 一 宪法 宪法之修改 需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 四分之三之出席 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 提出宪法修正案 并于公告半年后 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投票复决 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办数 即通过之 不适用宪法第174条之规定 增修条文第12条 二 法律 立委15人以上联署 总额三分之一出席 出席立委过办数决议通过 立法院议事规则第8条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4 六条 三 命令 由各机关依职权及行政程序自行颁布 二 宪法的基本原理原则 一 民主国原则 一 意义 中华民国宪法第2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自于人民 人民可以参与 决定国家政治意志之行程 选出国家代表机关及元首 而国家统治 政治走向意应该以人民的意志为依规 二 间接民主 vs直接民主 一对于国家事务 人民直接参与决定 与人民选出代议事 再由代议事为人民决定 此籍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分别 二 忙碌的现代国家 不可能在以昔日雅典的直接民主方式投票 取而代之的即是间 接民主 也就是所谓的代议政治 三 政党政治原则 政党负责提名候选人参与竞选 进而获取组织政府 或是决定政策之机会 系以政治为目的 有系统且自主的组织 除此之外 政党其实扮演了 会集民一家以统整的重要角色 并将社会压力传递至公共政策之上 以影响国家之决策 整体来说 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桥梁 二 共和国原则 我国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 此乃共和国原则 相对之概念为君主国原则 国家元首为世袭之君主 典型国家如英国 日本 三 法治国原则 一 意义 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 宪法及法律的拘束 不论是政策的运作 权力的分配 乃至限制人民的权力 只要是国家的行为 就不得脱离法治拘束而为之 二 宪法最高性 宪法优位 原则 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 也是捍卫人民基本权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任何法律或命令 皆不得抵触宪法 此即为宪法最高性原则 详情可参照宪法未接理论 三 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 绝对的权力集中 即造成绝对的腐败 唯有将权力分化 使其互相制衡 才能使人民基本权获得最佳之保障 不论是孟德斯 就最初提出之行政 立法及司法三权分立理论 乃至国父孙中山先生 所倡导之五权宪法 核心之思想 除了早期所强调之制衡 到了现代 逐渐发展出来的概念 为权力间的相互尊重 换言之 基于效能最适切化之考量 不论是行政 立法或司法 都有其应受到尊重之核心领域 故权力分立除了相互制衡外 更需相互尊重 四 法律明确性原则 立法者制定法律之时 应使法律之内容具体并且明确 不论是法律的构成要件 或是法律效果 皆因为人民可得预见之状态 应尽量避免使用空白构成要件 不确定法律概念 或是概括条款等立法方式 总必须使用 亦应进一步考量 该内容是否得以具体明确化 五 依法行政原则 依法行政原则 绝非只是依法行政 谢谢指教之类的空泛口号 所能含阔 其真谛在于 行政行为 乃至于整个行政权 皆应受到法律之拘束 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广义的法律 包含了形式上经立法院 三读通过之法律 法律授权之法规命令 以及实质上的一般法律原则 更进一步来说 行政行为上应受到宪法的拘束 因此 依法行政原则 可以说是法律优位原则 另一个面向上的贯彻 然而 当行政行为必须以法律 以及宪法 作为依规时 也带出了法律保留原则的概念 以下留待法律保留原则部分 详述之 此二原则恰好 各为依法行政消极 法律优位原则 和积极 法律保留原则 国家事务之运作 包括行政行为 必须有法律之授权使得为之 不论是限制人民基本权 亦或是组织政府机关时 都必须有法律之依据 二层极化的法律保留 不同的国家事务 应以不同密度之法律规范或授权之 此及司法院是自第443号解释所开展的 层极化法律保留之概念 三授权明确性原则 授权明确性原则要求在相对 法律保留之情形下 由行政机关以命令补充之授权 必须具体且明确 必须就一定的内容 范围有特定 并且授权之目的 应表明 必须能够从母法的文字异议 或是整体关联性可以预见 使符合授权明确性原则 七 依法审判原则 依独立审判原则 一 司法权之运作应受法律之拘束 法官审判时 应以法律为依规 宪法第八十条 法官需超出党派以外 依据法律独立审判 不受任何干涉 即为此原则最佳之写照 而本 处所指之法律 一包含形式异议的法律 立法院三读通过 并由总统公布 及时值异议 一般原理原则 的法律 二 为 应注意的是 法官上不得直接依宪法 进行审判 若认为有违宪之疑律时 应先裁定停止诉讼程序 申请大法官释宪 使为恰当 此今司法院是自第371号解释在明 二 法定法官原则 为使法官得独立审判 对于诉讼案件之分配 必须事先以抽象之规范明稳定之 以免受到其他权力之干涉 自意控制案件之分配 进而影响法官审判之客观独立 进而侵害人民获得公平审判之权利 八 法安定性原则 法治国国家 一切国家事务均应有法律之依据 立法者所定定之法律必须稳定 令人民得以信赖 才会形成安定的法治国秩序 也才能确实保护人民之权利 法安定性原则包含了两个面向 法部诉及既往原则及信赖保护原则 依法部诉及既往原则 一 立法者所制定之法规原则上 仅适用于法规生效后所发生之事件 法规不得回头诉及对过去 以发生之事件为评价 否则将使受规制者无所适从 无从预见其行为之法律效果 二 真正诉及既往vs不真正诉及既往 依照法规范所评价之事实 是否终结与否 可分为真正诉及既往 及不真正诉及既往 前者系只事实完成于新法生效之前 而诉及适用的情形 后者则是事实从发生到完成横跨了新旧法 而由于事实完成的时间点在新法生效之后 故适用新法的情形 二 信赖保护原则 一 意义 虽然基于法安定性之考量 法秩序的更动应尽量避免 但考量国家社会的整体社会 法律也应因时质疑 配合不同的社会价值与社会真实情况而修正 此时应注意的 即是人民应对就有法秩序的信赖而采取的措施 这样的情形若是符合一定的要件 则为值得保护的信赖 立法者及有制定过渡期间 采取补救措施 甚至变更现况之义务 此即为信赖保护原则 二 要件 A 有一让人民信赖之基础 通常系一个法规范 如法律 命令或函式 在行政法层次来说 行政行为 亦可为人民信赖的基础 V 人民有信赖之表现 人民必须因为基于这样的信赖 而有一具体的表现行为 例如 因为相信志愿亦可必须相当奉及 而服志愿亦并参与转任考试 即为一种信赖之表现 司法院是自第525号可资参照 C 信赖没有不值得保护之情形 若通常系一个法规范 如 宪法 法律或命令 在行政法层次来说 行政行为亦可为人民信赖的基础 九 比例原则 一 国家通常会为了达到一定的政策目的 而必须采取一些国家行为 要求国家使用任何达到目的之手段时 都应符合比例 即为比例原则之要求 简单来说 即是在探讨国家所采取的手段 和其所欲达成的目的是否合乎比例性 二 内涵 通常检视国家行为是否合乎比例原则时 会透过以下三个阶段来判断 这三个阶段也是所谓的比例原则子原则 一 适当性 有效性 和目的性 目的妥当性 手段必须能有效达成目的 以及 政府的措施需能有效地达到保护人民权利的目的 或政府的措施与目的间具有合理之关联 二 必要性 手段最小侵害原则 手段必须为侵害最小的手段 如果在都可以有效达成目的的前提之下 必须选择对人民基本权侵害较小 或是成本耗费较低的手段 换言之 必须在诸多达到目的之手段中 采取对于人民权利侵害最小的手段 三 横平性 狭义比例原则 把义权衡原则 比例性 手段和目的不能显示均衡 此又称为狭义比例原则 如果手段造成的侵害越大 相对来说 对该手段欲达成的目的也要求越高 必须更为重要 更具公益性 或者更为急迫 简言之 政府施政所获得的利益必须大于所受的损害 四 社会国原则 一 意义 现代国家发展的趋势已经和过去逐渐产生不同 过去要求国家的权利必须受到拘束 不得侵害人民的权利 相对的 所发展的原理原则也是比较消极的在限制国家的作为 而现代兴起的概念 是逐渐要求国家必须积极的产生可以保障人民权利的作为 国家有具体推动社会政策的义务 以落实社会安全及社会正义的保障 此及社会国原则之思维 二 内涵 一 社会安全 保障人民的人性尊严 使其有符合人性尊严的最低生存条件 二 社会正义 一 消异贫富差距 例如所得税财累进税率 二 建立平等竞争机会 例如国民义务教育 劳工转型职业训练等 参 宪法本文之内容 一 前言 一 前言的意义 在宪法本文之前 说明宪法制定的由来 目的及根本精神 例如 我国宪法 美国宪法 二 中华民国宪法前言 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托付 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一教 为巩固国权 保障民权 奠定社会安宁 增进人民福利 制定本宪法 搬行全国 永始贤尊 三 揭示重点 一 宪法制定之机关 制宪国民大会 二 宪法制定之权援 全体国民 三 宪法制定之依据 孙中山先生一教 包括全能区分 武权分立 军权制度 四 宪法制定之目的 巩固国权 保障民权 奠定社会安宁 增进人民福利 五 宪法制定时之期望 搬行全国 永始贤尊 二 总纲 国体 政体 主权与国民 一 国体 指的是国家的形式 以国家元首产生方式 及国家主权的归属来做区分 一 君主国 以世袭君主为国家元首 且国家主权属于君主 如 英国 日本 二 共和国 以国民选举总统担任国家元首 且国家主权属于人民 如 我国 美国 二 政体 指的是政治运作的方式 以国家政治运作的方式来做区分 可分为下列几种 一 独裁政体 凡权力行使不受法律限制 由义人决定不受民意约束 二 寡头政体 权力行使由少数人决定 三 民主政体 凡权力行使需受法律拘束 而由全民最终决定者 三 我国之国体与政体 宪法第一条 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 为民有 民智 民想之民主共和国 一 就主权的归属之国体 属于共和国 二 就权力的行使之政体 属于民主 四 主权 一 主权的意义 一 对内之意义 国家对内具有唯一且最高的支配权 二 对外之意义 国家对外具有独立性 除国际法之外 不受别国干涉 二 主权的特性 一 不可分性 二 绝对性 三 不可让语性 四 排他性 五 永久性 六 独立性 三 主权的种类 一 君主主权 以君主独享国家绝对 永久 至高无上的权力 二 国家主权 以国家法人论为前提 是国家为法律上的权力主体 而超越公民之上 因此主权为国家所有 三 国民主权 主权分属于人民所享有 每个公民所享有的主权系平等存在 中华民国宪法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就主权的种类而言 我国属于国民主权 四 国民 依国民之意义 中华民国宪法第三条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 因此可知具有国籍者为国民 受国家统治权支配 二 国籍法立法体力 一 宪法主义 1876西班牙宪法 1857墨西哥宪法 二 民法主义 1927年之前法国民法 三 单行法主义 德 日 中华民国 三国籍之取得 一 固有国籍 一 出生所有的血缘关系或所在地之国家而取得国籍 包括以下数种情况 A属人主义 血统主义 B属地主义 出生地主义 C则中主义 属人间属地主义 二 取得国籍 由出生血缘及地缘以外之其他原因取得之国籍 A国籍法第二条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属中华民国国籍 A出生时父或母为中华民国国民 B出生于父或母死亡后其父或母死亡时为中华民国国民 C出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父母均无可靠或均无国籍者 D规划者 前向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规定 于本法修正公布时之未成年人亦适用之 B婚姻为中华民国国民之配偶者 C收养为中华民国人之养子女者 D规划外国人或无国籍人经内政不许可而规划者 E政治因素领土变更包括领土割让领土并吞领土光复等 3人民之权利义务 1平等权人民一切权利的前提 1宪法第七条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 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共计五种平等权 2种类 1男女平等 A特别保障我国宪法第134条 各种选举应规定妇女当选名额 其办法以法律定之 弗增修条文第十条第六项 国家应维护妇女之人格尊严 保障妇女之人身安全 消除性别歧视 促进两性地位之时值平等 2宗教平等 3种族平等 A增修条文第十条第十一项 国家应肯定多元文化 并积极维护发展援助民族语言文化 V增修条文第十条第十二项 国家应医民族意愿 保障援助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参与 并对其教育文化 交通水利 卫生医疗 经济土地及社会福利事业 与保障辅助并促其发展 4阶级平等 人民无论贵贱 贫富 劳资等阶级之差异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5党派平等 宪法官于党派之规定甚多 尤其是超出党派之规定 可由下列条文中看出宪法 对于党派之重视 A法官需超出党派以外 依据法律独立审判 不受任何干涉 宪法第八十条 V考试委员需超出党派以外 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 宪法第八十八条 C监察委员需超出党派以外 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 宪法增修条文第七条第五项 对全国陆海空军需超出个人 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 效忠国家爱护人民 宪法第138条 一任何党派及个人 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正真之工具 宪法第139条 二自由权 人民消极地排斥国家统治权干涉的权利 一人身自由 一宪法第八条第九条 二意义 人民的身体自由 不受国家非法侵犯之权利 三包含下列四项制度 A罪刑法定主义 我国刑法第一条 行为之处罚 以行为实法律有明文规定为限 居住人身自由之保 安处分 一同 为典型的罪行法定主义条文 非司法议员主义 人民之犯罪 关于审问 处罚之权属于法院 不得由其他机关为之 我国宪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 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与保障 除现刑犯之逮捕 有法律令定外 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 依法定程序 不得逮捕 拘禁 非有法院依法定程序 不得审问处罚 非经法定程序之 逮捕拘禁 审问处罚 得拒绝之 A 法定机关 A 逮捕 拘禁 警察机关 司法机关 只检察机关 皆可依法逮捕 拘禁 B 审问 处罚 仅可由法院开庭审问 定罪 宪法第九条 人民除现异军人外 不受军事审判 B 例外 现刑犯 准现刑犯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 现刑犯 不问何人得进行逮捕之 犯罪在实施中或实施后 及时发觉者 为现刑犯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以现刑犯论 A 被追呼为犯罪人者 B 因持有凶器 脏物或其他物件 或于身体 衣服等处漏有犯罪痕迹 显可疑为犯罪人者 C 提审制度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之后 请求司法机关于一定期间 将其由逮捕机关送交法院审理 宪法第八条第二 三项规定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时 其逮捕拘禁机关 应将逮捕拘禁原因 以书面告知本人 及本人指定之亲友 并致持于24小时内 移送该管法院审问 本人或他仍义得申请该管法院 于24小时之内 向逮捕机关提审 法院对于前项申请 不得拒绝 并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机关 查复 逮捕拘禁机关 对于法院之提审 不得拒绝或持言 二 居住迁徙自由 一 宪法第十条 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 二 意义 A 居住自由 人民之住居所 非依法律不得侵入 搜索或封固 比习自由 人民得在国内国外自由旅行 出入境 移民及选择住居所的权利 三 意见自由 表现自由 言论自由 一 宪法第十一条 人民有言论 讲学 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二 意义 宪法第十一条 保障的是人民的表现自由 广义的言论自由 能够不受拘束的表现自己的想法 展现自己的意志 此为维护人性尊严及其重要之基本权利 表现自由包含的不止本条的言论 讲学 著作及出版自由 人民有不表现意见的消极自由 有以及会结设方式表达自己意志之自由 有与他人互相交流 不被外界干扰的秘密通讯自由 此皆 为广义言论自由 以及表现自由 重要的一环 三 内涵 A 言论自由 人民有发表演讲 谈话 参与讨论 而不受非法干涉的权利 A 公益上知限制 防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时 例如刑法第153条删获犯罪 删获违背命令 刑法第155条删获军人不执行职务 不守纪律 逃判罪等 B 私意上知限制 防害他人名誉时 例如刑法第309条公然侮辱罪 及刑法第310条诽谤罪 C 双鬼双截理论 B 讲学自由 人民有以教育的方式表示意见 而不受非法干涉的权利 大学课程如何定定 大学法未定有名文 然应直接与教学 学习自由相关艺术学术之重要事项 为大学自治之范围 C 著作自由 人民有以文字 图画 符号表示意见 而不受非法干涉的权利 G 出版自由 人民有以印刷品表示意见 而不受非法干涉的权利 4 秘密通讯自由 1 宪法第12条 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 2 意义 人民透过书信 电话 电报 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 得秘密行之 不得非法拆阅 窃听 扣押及隐秘 3 相关条文 A 刑法第133条 在由务或电报机关执行职务之公务员 开拆或隐秘投计之邮件或电报者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500元以下罚金 B 刑法第315条 无故开拆或隐秘他人之封兼信函 文书或图画者 处居易或3000元以下罚金 无故以开拆以外之方法 窥视其内容者 一同 5 集会结设自由 1 宪法第14条 人民有集会及结设之自由 2 意义 A 集会自由 A 意义 不特定多数人 为达到特定目的所作临时性的集合 V 限制 室外集会采释前预防制 应事先向主管机关申请并经许可 室内集会采释后追陈制 无需事先申请 V 结设自由 A 意义 特定多数人 为达共同目的而继续长久的结合组成组织者 V 限制 人民团体应事前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经许可 人民团体法第8条 C 消灭 A 政党解散由司法院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审理 C 修条文第五条第四项 V 政党之目的或其行为 危害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者为危险 C 修条文第五条第五项 6 信仰宗教自由 1 宪法第十三条 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2 意义 信仰宗教自由包括 A 内在信仰自由 绝对的自由 V 宗教行为自由 相对的自由 C 宗教结设自由 相对的自由 V 政交分离 A 为信仰宗教自由的制度性保障 由立法者立法设立通盘性的法律制度 以保障基本权利 V 其判断标准为目的效果基准 A 目的基准 政府行为是否基于助长 促进 限制宗教的目的 V 效果基准 政府行为是否产生助长 促进 限制宗教的效果 如果同时符合上述 A B 则为违反政交分离 3 受益权 人民积极要求国家行使统治权 以享受特定利益之权利 1 经济上受益权 1 宪法第15条规定 人民之生存权 工作权及财产权 应与保障 2 意义 A 生存权 人民为求生存 有向国家请求协助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延续生命之权 令建宪法第155条 V 工作权 人民有选择工作种类及向国家要求提供工作的权利 令建宪法第152、153条 C 财产权 人民对于其财产有自由使用 收益 处分之权 2 行政上受益权 1 宪法第16条规定 人民有请愿 诉愿之权 2 请愿权 A 请愿事项 国家政策 公共利益或私人权益 请愿法第2条 V 受理机关 主管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 不包括司法机关 请愿法第2条 3 诉愿权 A 诉愿事项 A 诉愿法第1条 人民对于中央或地方机关之行政处分 认为违法或不当 致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 得依本法提起诉愿 但法律令有规定者 从其规定 各级地方自治团体 或其他公法人 对上级监督机关之行政处分 认为违法或不当 致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 异同 V 诉愿法第2条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机关 对其依法申请之案件 于法定期间内应作为而不作为 认为损害其权利或利益者 亦得提起诉愿 前项期间 法令为规定者 自机关受理申请之日 其为2个月 C 诉愿法第3条 本法所称行政处分 系指中央或地方机关 就供法上具体事件 所为之决定 或其他公权利措施 而对外直接发生 法律效果之单方行政行为 前项决定或措施之相对 人虽非特定 而依一般性特征 可得确定其范围者 亦为行政处分 有关公务之设定 便跟被指或一般使用者 亦同 V 诉愿之管辖 诉愿法第4条 C 诉愿者 向各部 会 行 处 局 属提起诉愿 G 不服中央各部 会 行 处 局 属之行政处分者 向主管院提起诉愿 H 不服中央各院之行政处分者 向原院提起诉愿 C 诉愿前置主义 行政诉讼中的撤销诉讼 即刻与义务诉讼 需先经诉愿程序终结后 使得向行政法院提出 三司法上授义权 1 宪法第16条 人民有诉讼之权 2 义议 人民权益遭受损害 在有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受公平裁判 获得实职有效保护之权 3 种类 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行政诉讼等 4 教育上授义权 1 宪法第21条规定 人民有受国民教育之权利及义务 2 相关条文 宪法第159条 第160 第163条 4 参政权 公民权 1 1 1 人民有主动参与国家统治的权利 2 种类 1 参与政权 人民有选举 罢免 创制及复决之权 宪法第17条 2 参与治权 人民有应考试 服公职之权 宪法第18条 人民义务 1 纳税之义务 宪法第19条 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 2 扶兵义之义务 宪法第20条 人民有依法律扶兵义之义务 3 受国民教育的义务 宪法第21条 人民有受国民教育之权利与义务 4 总统 1 我国宪法本文上总统的地位 1 国家元首 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2 原本具内阁制总统之特色 3 但1 宪法增修条文 已成为接近总统制之双手掌制 1 总统发布特定命令 无需行政院长附属 增修条文第二条 第二项 总统发布行政院院长与 一宪法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员之任免命令 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无需行政院院长 之附属 不适用宪法第37条之规定 2 总统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增修条文第二条第五项 总统于立法院通过 对行政院院长之不信任案后 10日内经咨询立法院院长后 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3 总统得直接任命行政院长 不需经立法院同意 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一项 行政院院长由总统任命之 4 立法院拒导格权 可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 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二项 第三款 立法院得经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一以上联署 对行政院院长提出不信任案 2 总统的职权 1 元首权 总统为国家元首 对外代表国家 宪法第35条 2 外交权 1 总统一本宪法之规定 行使递节条约及宣战 购合之权 宪法第38条 2 说明 总统外交权之限制 对外的宪法第35条 与事后的宪法第38条 3 递节条约 宣战购合需先进行政院会议决议 以请立法院审议 宪法第58条及63条 A 行政院院长 各部会首长需将应行提出于立法院之法律案 预算案 戒严 大赦案 宣战案 购合案 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项 或涉及各部会共同关系之事项 提出于行政院会议一决之 B 立法院有一决法律案 预算案 戒严案 大赦案 宣战案 购合案 条约案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之权 3 军事权 1 统帅权 A 总统统帅全国陆海空军 宪法第36条 B 说明 军政军令二元体制系十九世纪中叶得日为避免国会监督 仅将军政 军事行政 纳入内阁受国会监督 军令化归统帅权 专属军王 可避免国会监督 我国国防组织法 其重点则是讨论是否将军令权的代表人物参谋总长化归于行政院 使军政军令权回到行政院而置于国会监督之下 2 戒严权 A 总统依法宣布戒严 但需经立法院之通过或追认 立法院认为必要时 得决议已请总统戒严 宪法第39条 B 说明 A 总统戒严权之性质 紧急的 事后监督的 罗马法 法院 刀剑之下 法律什么 台湾地区戒严 民国38年11月2日 台湾地区戒严 民国76年7月15日 B 战争或叛乱发生之际 某一地区促受敌匪之功为或应付非常事变时 该地区陆海空军最高司令官得一本法宣告戒严 C 戒严时期 警戒地区内地方行政官及司法官处理军事之事务 应受该地最高司令官之指挥 戒严法第三 六条 四 公布法令权 一 程序 A 总统依法公布法律 发布命令需经行政院长之附属 或经行政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之附属 宪法第37条 B 法律案通过后 由立法院移送总统及行政院 总统除依宪法第57条之附议程序办理外 应于收到后十日内公布之 宪法第72条 二 至爱男行 森修条文第三条第二 向第二款 行政院依下列规定 对立法院负责 宪法第57条之规定 停止适用 A 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 预算案 条约案 如认为有至爱男行时 得经总统之何可 于该决议案送达行政院十日内 以请立法院复议 立法院对于行政院以请复议案 应于送达十五日内做成决议 B 如维修会期间 立法院应于七日内自行集会 并于开议十五日内做成决议 复议案于其位一决者 原决议失效 复议时 如今全体立法委员 二分之一以上决议维持原案 行政院院长应及接受该决议 三 无需附属之规定 总统发布行政院长 与依宪法经立法院 同意任命人员之任免命令 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无需行政院长之附属 增修条文第二条第二项 五 紧急命令权 一 增修条文第二条第三项 规定总统紧急命令权 不受宪法本文第43条之限制 包括以下几点 A 要见放宽且不限于立法院修会期间 B 不需制定紧急命令法 C 立法院追认时间线缩为10日 二 紧急命令之同意于立法院解散改选 增修条文第四条第六项 总统于立法院解散后发布紧急命令 立法院应于三日内自行 集会并于开议7日内追认之 但于新任立法委员选举投票日后发布者 应由新任立法委员于就职后追认之 如立法院不同意时 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 六 任免官员权 一 任免权 A 总统依法任免文无官员 宪法第四十一条 B 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命之 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一项 二 提名权 根据宪法规定下列人员由总统提名 A 提名司法院院长 副院长 大法官 经立法院同意 增修条文第五条第一项 司法院设大法官十五人 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 一人为副院长 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自中华民国九十二年起实施 不适用宪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 B 提名考试院院长 副院长 考试委员 经立法院同意 增修条文第六条第二项 考试院设院长 副院长各一人 考试委员若干人 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不适用宪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 C 提名监察院院长 副院长 监察委员 经立法院同意 增修条文第七条第二项 监察院设监察委员二十九人 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 一人为副院长 任其六年 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宪法第九十一条至第九十三条之规定 停止试用 C 提名审计长 经立法院同意 宪法第一百零四条 监察院设审计长 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七授予荣典 总统依法授予荣典 宪法第四十二条 八设免权 一 总统依法行使大赦 特赦 减刑及付权之权 宪法第四十条 二 总统可令行政院转主管部会为大赦 特赦 减刑 付权之言义 赦免法第六条第一项 A 大赦 A 将某特定时期及特定种类之犯罪加以赦免 使其罪行之宣告根本无效或不再有受追溯之余 B 大赦案需经行政院会议及立法院之决议 宪法第五十八条第二项 第六十三条 C 行政院院长 各部会首长 需将因行提出于立法院之法律案 预算案 戒严案 大赦案 宣战案 购合案 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项 或涉及各部会共同关系之事项 提出于行政院会议一决之 B 特赦 受罪行之宣告人经特赦免其行之执行 除有特殊情势方可比照大赦使其罪行宣告无效 C 减刑及负权 减轻所宣告之行及回复被尺夺之公权 尺夺公权者 尺夺下列资格刑法第三十六条 A 为公务员之资格 B 为公职候选人之资格 D 尺夺公权之起算日 A 死刑无其徒刑宣告尺夺公权者 自裁判确定时发生效力 B 有其徒刑宣告尺夺公权者 其期间自主刑执行完毕或赦免之日起算 刑法第三十七条 九院计条解权 一 总统对于院与院间之争执 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 得召及各院长会商解决之 宪法第四十四条 二 说明 总统院计条解权之性质 只具有形式之意义 行政院与立法院之争执依宪法五十七条可解决 而司法 考试 监察三院之成员皆属于独立行使之权 与院长并无指挥从属关系 总统除依靠本身政治影响力之外 若想依照宪法所设计的院计条解权来处理院计之争执 就能发挥何种功能时值得商权 十国家安全大政方针决定权 总统为决定国家安全有关大政方针 得涉国家安全会议及所属国家安全局 其组织以法律定之 增修条文第二条第四项 十一解散立法院权 增修条文第二条第五项 一 解散时机 立法院通过对于行政院院长之不信任案后十日内 二 解散程序 A需先经由行政院长陈请总统解散立法院 总统仅有被动解散权 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二项第三款 V总统经咨询立法院院长后 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三 解散效果 立法院应于六十日内举行立法委员选举 并于选举结果确认后十日内自行集会 其任其重新起算 四 解散权支限制 戒严或紧急命令生效期间不得解散立法院 增修条文第二条第五项 总统于立法院通过对行政院院长之不信任案后十日内 经咨询立法院院长后 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但总统于戒严或紧急命令生效期间不得解散立法院 五 行政 行政院的地位与性质 一 宪法本文当中 行政院具内阁制 二 增修条文当中 行政院具双手掌制特色 三 行政院组织 行政院社院长 副院长各一人 各部会首长若干人 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若干人 宪法第五十四条 一 行政院院长 一 产生方式 行政院长由总统任命之 无需经立法院同意 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一项 二 辞职或出缺 行政院院长辞职或出缺时 在总统未任命行政院院长前 由行政院副院长暂行代理 宪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 停止适用 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一项 三 任期 A 宪法无名文规定何时辞职 B 一 宪法惯例及解释 行政院长于每届立法委员上任前 是自387号解释 或每届总统就职时 一惯例提出辞呈 是自419号解释 C 一 信任制度辞职 立法院不信任案通过后 行政院长应于十日内提出辞呈之规定 如今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行政院院长应于十日内提出辞职 并得同时陈请总统解散立法院 不信任案如未或通过 一年内不得对同一行政院院长再提不信任案 增修条文第三 条第二项第三款 四 职务 A 代行总统职权 A 总统 副总统均缺位时 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 并依本条第一项规定不选总统 副总统 既任制员任其届满为止 不适用宪法第49条之有关规定 增修条文第二条第八项 B 总统于任满之日解职 如借其次任总统上位选出 或选出后总统副总统均位就职时 由行政院院长代行总统职权 宪法第50条 C 行政院院长代行总统职权时 其期限不得于三个月 宪法第51条 B 附属总统公布之法律或命令权 A 总统依法公布法律 发布命令 需经行政院院长之附属 或行政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之附属 宪法第37条 B 附属权之限制 总统发布行政院院长 或依宪法经立法院同一任命人员之任免命令 即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无需行政院院长之附属 增修条文第二条第二款 C 参加总统院计调解之权 总统对于院与院间之争执 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 得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之 宪法第44条 D 提请任命权 行政院副院长 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 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 宪法第56条 宪辰请总统解散立法院 立法院得经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一以上联署 对行政院院长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提出72小时后 应于48小时内已记名投票表决之 如今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行政院院长应于10日内提出辞职 并得同时陈请总统解散立法院 不信任案如未或通过 一年内不得对同一行政院院长再提不信任案 曾修条文第三条第二项第三款 F 担任行政院会议主席权 行政院设行政院会议 由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 之政务委员组织之以院长为主席 宪法第58条第一项 G 总理院务并监督所属机关 行政院组织法第10条 二 行政院副院长 一 产生方式 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 宪法第56条 二 职务 A 相助院长处理行政院院务 V 代理行政院院长之职务 行政院院长由总统任命之 行政院院长辞职或出缺时 在总统为任命行政院院长前 由行政院副院长暂行代理 宪法第55条之规定 停止适用 曾修条文第三条第一项 三 行政院各部会首长 一 产生方式 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 宪法第56条 二 职务 A 主管该部会业务 V 附属总统所公布与该部会有关之法律或命令 总统依法公布法律 发布命令 需经行政院院长之附属 或行政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之附属 宪法第37条 C 参加行政院会议 参与一决送交立法院之法案或事项 行政院院长 各部会首长 需将因行提出于立法院之法律案 预算案 戒严案 大赦案 宣战案 购合案 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项 或涉及各部会共同关系之事项 提出于行政院会议一决之 宪法第58条 四 不管部会政务委员 一 产生方式 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 宪法第56条 二 职务 A 辅助院长处理行政业务 C 参加行政院会议 宪法第58条 五行政院会议 一 组成人员 A 由院长 副院长 各部会首长 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组织之 以院长为主席 宪法第58条第一项 P 并得邀请有关人员出席 二 职权 行政院院长 各部会首长 需将因行提出于立法院之法律案 预算案 戒严案 大赦案 宣战案 购合案 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项 或涉及各部会共同关系之事项 提出于行政院会议一决之 宪法第58条第二项 四 行政院之职务 一 行政权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宪法第53 57条第一项第一款 二 以请复议权 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 预算案 条约案 如认为有至爱难行时 得经总统之何可 于该决议案送达行政院十日内 以请立法院复议 立法院对于行政院以请复议案 应于送达十五日内作成决议 如维修会期间 立法院应于七日内自行集会 并于开议十五日内作成决议 复议案于其位一决者 原决议失效 复议时 如今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以上决议 为持原案 行政院院长应及接受该决议 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二项第二款 一 以请复议对象 A 立法院一决之法律案 预算案 条约案 B 删除立法院对于行政院重大政策决议 以请变更 立法院可改提不信任案 二 以请复议失效 该决议案送达行政院十日之内 三 以请复议程序 经总统合可后 以请立法院复议 四 以请复议效果 A 限期完成复议 立法院于其位一决 原决议失效 会期中 送达十五日内 休会期间 七日内自行集会 并于开议十五日内作成决议 如今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以上决议 为持原案 行政院长应及接受该决议 但无需辞职 三 向立法院提案权 行政院院长 各部会首长 需将应行提出于立法院之法律案 预算案 戒严案 大赦案 宣战案 购合案 条约案及其他重要事项 或涉及各部会共同关系之事项 提出于行政院会议一决之 宪法第五十八条 一 预算案之提出 中央政府总预算 包括立法院本身之预算 仅能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 其他各院无权提出预算案 仅能向行政院提出概算 由行政院统一 一 编列为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再向立法院提出 二 司法预算特别保障 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 行政院不得删减 但得加注意见 编入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送立法院审议 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第六项 三 预算案之限制 行政院于会计年度开始三个月前 应将下年度预算案提出于立法院 宪法第五十九条 四 预算案之停止 四 向立法院提出失证方针及失证报告 并受质询 一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失证方针及失证报告之则 立法委员在开会时 有向行政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 宪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第一款 二 立法院开会时 关系院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得列席陈述意见 宪法第七十一条 五 向监察院提出决算 行政院应于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提出决算于监察院 宪法第六十条 五 行政院组织法之制定 一 行政院之组织以法律定之 宪法第六十一条 二 国家机关之职权设立程序及总员额 得以法律为准则性之规定 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三项 三个机关之组织编制及员额 应依前向法律基于政策或业务需要决定之 增修条文第三条第四项 六 立法 一 立法院的性质及地位 一 民主国家的国会 是自第七十六号 二 治权机关 孙文思想 三 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 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由人民选举之立法委员组织之 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 宪法第六十二条 四 行政院应对立法院负责 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宪法第五十七条 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二项 二 立法院组成人员 一 立法委员 一 选举方式 A 人民直选 V 立法委员候选人需年满二十三岁 由人民直接选出 选霸法第二十四条 二 组成及名额增修条文第四条 立法院立法委员自第七届 其一百一十三人 依下列规定选出之 不受宪法第六十四条 及第六十五条之限制 A 自由地区直辖市 县市七十三人 每县市至少一人 V 自由地区平地原住民 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C 全国不分区及桥居 国外国民共三十四人 前项第一款一个直辖市 县市人口比例分配 并按应选名额划分 同额选举区选出之 第三款一政党名单投票选举之 由获得百分之五以上政党选举票之 政党一得票比率选出之 各政党当选名单中 妇女不得低于二分之一 三 任其增修条文第四条 立法院立法委员自第七届起 任其四年 联选得连任 于每届任满前三个月内选出之 不受宪法第六十四条及第六十五条之限制 四 罢免 选罢法第七十五条 A 得由原选举区选举人 向选委会提出罢免案 但就职位满一年者不得罢免 V 全国不分区 侨居国外国民之当选人不适用罢免规定 五 兼职之禁止 A 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 宪法第七十五条 V 未经辞职而就任官吏者 视为辞职 六 身份保障 A 言论免责权 A 立法委员在院内所为之言论及表决 对外部负责任 宪法第七十三条 V 言论的种类 立法委员的肢体动作 是否属于象征性的言论 受宪法第七十三条之保障 宪法第七十三条规定 立法委员在院内所为之言论及表决 对院外部负责任 旨在保障立法委员受人民付托之职务地位 并避免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之功能 遭致其他国家机关之干扰而受影响 V 不受逮捕特权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 第八项 立法委员除现刑犯外 在会期中 非经立法 愿许可 不得逮捕或拘禁 宪法第七十四条之规定 停止试用 二立法院院长 一 产生方式 立法院社院长 副院长各一人 由立法委员互选之 宪法第六十六条 二 任期 立法院院长 副院长之任期 至该借立法院委员任期 届满之日为止 立法院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一项 三 职务 A 参加总统召集之愿计调解 总统对于愿与愿间之争执 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 得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之 宪法第四十四条 V 立法院院会主席 立法院组织法第四条 C 宗理立法院院务 七 司法 一 司法院之性质与地位 一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之司法机关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掌理民事 刑事 行政诉讼之审判 及公务员之陈解 宪法第七十七条 二 治权机关 孙文思想 二 组织 一 院长及副院长 一 产生 自民国九十二年起 于大法官十五人中 以其中一人为院长 一人为副院长 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 增修条文第五条第一项 二 任期 A 宪法本文中无名文规定 B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 不分届次 个别计算 并不得连任 但并为院长 副院长之大法官 不受任期之保障 增修条文第五条第二项 三 职务 A 参与总统院即征职时之条解权 总统对于院与院间之征职 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 得照及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之 宪法第四十四条 B 制立法院陈述意见权 立法院开会时 关系院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得列席陈述意见 宪法第七十一条 C 担任大法官会议主席 A 大法官会议 以司法院院长为主席 B 宪法法庭审理案件 以资深大法官充审判长 资同者以年长者充之 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二十条 D 宗理院务及监督所属机关 司法院组织法第七条第一项 二 大法官 一 产生 A 由总统提名 经历法院同意后任命之 增修条文第五条第一项 B 司法院设大法官十五人 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 一人为副院长 增修条文第五条第一项 二 任期 A 增修条文 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 不分届次 个别计算 并不得连任 增修条文第五条第二项 B 任期交错 其中改选 民国九十二年总统提名之大法官 其中八位大法官 韩正 副院长 任期四年 其余大法官任期为八年 不适用前项之规定 增修条文第五条第三项 C 无终身待遇之保障 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转任者外 不适用宪法第八十一条 有关法官终身值待遇之规定 增修条文第五条第一项 三 资格 大法官应具有下列资格之一 A 曾任时任法官十五年以上 而成绩着着 B 曾任时任检察官十五年以上 而成绩着着 C 曾实际执行律师业务 二十五年以上而生育着着 A 曾任教育部审定合格之大学 或独立学院专任教授 十二年以上 讲授法官法第五条第四项 所定主要法律科目八年以上 有专门著作者 E 曾任国际法庭法官 或在学术机关从事公法学 或比较法学之研究 而有权威著作者 F 研究法学 富有政治经验 生育着着 具有前项任何一款资格之大法官 其人数不得超过总名额三分之一 资格之认定 以提名之日为准 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 四 大法官会议 以司法院院长为主席 以何以行之 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二条 第十六条 A 解释宪法之权 宪法第七十八条 B 统一解释法律或命令之权 宪法第七十八条 司法院解释宪法 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 C 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十四条 大法官解释宪法 应有大法官宪有总额三分之二之出席 及出席人三分之二同意 方得通过 但宣告命令抵触宪法时 以出席人过半数同意行之 大法官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 应有大法官宪有总额过半数之出席 及出席人数过半数之同意 方得通过 5 宪法法庭 A 审理政党违宪之解散事项之权 A 政党解散要件 政党之目的或其行为 违害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宪政 秩序者为违宪 增修条文第五条第五项 V 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25条 宪法法庭对于政党违宪解散案件判决之评议 应经参与言辞辩论大法官三分之二之同意决定之 评议为或前向人数同意 因为不予解散之判决 宪法法庭对于政党违宪解散案件裁定之评议 或依第21条但书为裁判 驳回申请之裁判 时 应有大法官宪有总额四分之三之出席 及出席人过半数之同意刑之 V 审理总统副总统弹劾案 司法院大法官除依宪法第78条之规定外 并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总统副总统之弹劾 及政党违宪解散事项 增修条文第五条第四项 六 独立行使职权 大法官需超出党派以外 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干涉 司法院组织法第五条 三 行政法院 一 审级 A分为地方法院行政诉讼庭 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三级制 对于高等行政法院之中局判决 得上诉于最高行政法院 V 院长一人 庭长及法官若干人 行政法院组织法第三 四条 C 行政法院组织法 第一条 行政法院长理行政诉讼审判事务 第二条 行政法院分下列二级 A 高等行政法院 V 最高行政法院 第三条 高等行政法院之审判 以法官三人合一行之 最高行政法院之审判 以法官五人合一行之 二 职务 A 长理全国行政诉讼审判事务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长理名事 刑事 行政诉讼之审判 及公务员之陈解 宪法第七十七条 B 行政诉讼之类型行政诉讼法第四条 A 撤销诉讼 A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机关之违法行政处分 认为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之利益 经一诉愿法提起诉愿而不服其决定 或提起诉愿于三个月不为决定 或延长诉愿决定期间于二个月不为决定者 B 于越权限或滥用权利之行政处分 以为法论 C 诉愿人以外之利害关系人 认为第一项诉愿决定 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销诉讼 B 己付诉讼行政诉讼法第五条 A 客与义务之诉讼 A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机关对其依法申请之案件 与法令锁定期间内应作为而不作为 认为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损害者 经一诉愿程序后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请求该机关 因为行政处分或因为特定内容之行政处分之诉讼 B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机关对其依法申请之案件 予以驳回认为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受违法损害者 经一诉愿程序后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请求该机关 因为行政处分或因为特定内容之行政处分之诉讼 B 一般己付诉讼行政诉讼法第八条 A 人民与中央或地方机关间 因供法上原因发生财产上之己付 或请求做成行政处分以外之其他非财产上之己付 得提起己付诉讼 因供法上契约发生之己付 异同 B 前项己付诉讼之裁判 以行政处分应否撤销为拒者 应于一第四条第一项或第三项提起撤销诉讼时 并为请求 原告为为请求者 审判长应告以德为请求 C 确认诉讼行政诉讼法第六条 A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及确认供法上法律关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讼 非原告有及受确认判决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之 其确认已执行而无回复原状可能之行政处分或已消灭之行政处分为违法之诉讼 义同 B 确认行政处分无效之诉讼 需以向原处分机关请求确认其无效未被允许 或经请求后于30日内不为确达者 使得提起之 C 确认诉讼的补充性质 确认诉讼于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销诉讼 可与义务诉讼或一般给付诉讼者不得提起之 但确认行政处分无效之诉讼不在此限 B 应提起撤销诉讼可与义务诉讼 物为提起确认行政处分无效之诉讼 其未经诉论程序者行政法院应已裁定将该事件移送于诉论管辖机关 并以行政法院收受诉状之时 视为提起诉论 B 公益诉讼行政诉讼法第九条 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 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 但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 4 公务员成届委员会 1 工程会之组成 A 委员长一人 委员九至十五人 B 行政法院院长 公务员成届委员会委员长 非宪法所称之法官 无宪法八十一条 法官为终身职 非受刑事或成届处分或禁制产之宣告 不得免职 非依法律 不得停职 转任或检缝 之适用 是自一百六十二号解释 3 行政法院平示 公务员成届委员会委员军应任系宪法上所称之法官 是自一百六十二号解释 2 职务 长理公务人员成届事项 A 成届是由公务员成届法第二条 公务员有下列各款情势之一者应受成届 A 违法执行职务 待于执行职务或其他失职行为 B 非执行职务之违法行为 至严重损害政府之性欲 B 成届处分 公务员成届法第九条 A 公务员之成届处分如下 A 免除职务 B 撤职 C 剥夺 减少退休 职 5 经 D 修职 以降级 F 减缝 G 把款 H 记过 I 申戒 V 剥夺 减少退休 职 5 经之处分 以退休 职 5 或其他原因离职之公务员为限 C 把款得与剥夺 减少退休 职 5 经 减缝以外之其余各款并为处分 B 修职 降级及既过之处分于政务人员不适用之 C 送请监察院审查或工程会审理 公务员成届法第24条 各院 部 会首长 省 直辖市 县 市 行政首长或其他相当之主管机关首长 认为所属公务员有上述陈届是由锁定刑事者 应由其机关被文序名是由 连同证据送请监察院审查 但对于所属渐任第九职等 或相当于渐任第九职等以下之公务员 得进送公务员成届委员会审理 3 宪法解释与法令解释 1 解释机关 1 司法院解释宪法 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 宪法第七十八条 2 法律与宪法有无抵触发生一意时 由司法院解释之 宪法第171条第二项 3 司法院大法官 以会议方式 何以审理司法院解释宪法 与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案件 司法院组织法第三条 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二条 2 宪法之解释 1 大法官解释宪法之事项如下 A 关于适用宪法发生一意之事项 B 关于法律或命令 有无抵触宪法之事项 C 关于审自治法 宪自治法 审法规及宪规章 有无抵触宪法之事项 2 前项解释之事项 以宪法条文有规定者为宪 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四条 3 申请解释的程序 1 宪法解释 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五条 A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申请解释宪法 A 中央或地方机关 于其行使职权 适用宪法发生一意 或应行使职权 与其他机关之职权 发生适用宪法之争议 或适用法律与命令 发生有抵触宪法之一意者 B 人民 法人或政党 于其宪法上所保障之权利 遭受不法侵害 经依法定程序提起诉讼 对于确定中局裁判 所适用之法律 或命令发生有抵触宪法之一意者 C 依立法委员 现有总额三分之一以上之申请 就其行使职权 适用宪法发生一意 或适用法律 发生有抵触宪法之一意者 B 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 就其受理之案件 对所适用之法律或命令 确信有抵触宪法之一意时 得以裁定停止诉讼程序 申请大法官解释 申请解释宪法 不合以上二项规定者 应不受理 是自第371号解释 法官于审理案件时 对于应适用之法律 依其合理之确信 认为有抵触宪法之一意者 自应许其先行申请解释宪法 以求解决 事欲有前述情形 各级法院得以之为 先决问题裁定停止诉讼程序 并提出客观上形成 确信法律为违宪之具体理由 申请本院大法官解释 二 法令统一解释 A 中央或地方机关 适用法律或命令之见解有意时 B 人民 法人或政党权力遭受侵害 经确定终局裁判而见解 与其他审判机关见解有意者 8 考试 1 考试权 1 考试愿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 掌理下列事项 不适用宪法第83条之规定 增修条文第6条第一项 1 考试 2 公务人员之权序 保障 扶序 退休 3 公务人员任免 考基 疾奉 申签 褒奖之法制事项 2 应经考试愿依法 考选权定之资格有宪法第86条 1 公务员任用资格 2 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3 公务员之选拔应实行 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 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 4 宪法第85条 有关案省区分别规定名额 及分区举办考试之规定停止适用 宪法第85条 增修条文第6条第三项 2 权序权 1 公务人员之权序 保障 扶序 退休 增修条文第6条 删除宪法第83条 公务员养老事项 将公务员之养老并入一般人民福利部分 统由社会福利部门规划 不另行由考试院负责 2 公务人员任免 考基 疾奉 申签 包奖之法治事项 经宪法增修条文修正后 将公务人员有关之人士行政业务分割为 2 法治及政策事项由考试院负责主导 而实际执行层面则由行政院人士行政局负责 增修条文第6条第一项 3 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之权 考试院关于所长事项 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宪法第87条 令监察院及司法院提案权一 据释字第3 175号解释 4 考试权与地方自制 考试权系属中央专属权限 仅可于中央立法之下授权审宪执行 宪法第108条第一项第11款 然而目前依照地方制度法之规定 直辖市长及省市长虽可拥有部分之人士任免权 但就绝大多数有关人士任用之考试权方面 目前中央人无授权与地方 因此考试权人属考试院之专属权 5 考试院之性质与地位 1 国家最高考试机关 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 掌理下列事项 不适用宪法第83条之规定 1 考试 2 公务人员之权序 保障 扶序 退休 3 公务人员任免 考基 疾奉 申迁 褒奖之法制事项 宪法第83条 增修条文第6条第一项 2 国家治权机关 孙文学说 委员之组织以法律定之 宪法第89条 1 院长及副院长 1 产生方式 考试院社院长 副院长各一人 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任命 不适用宪法第84条 经监察院同意之规定 增修条文第6条第二项 2 任期 考试院院长 副院长及考试委员之任期为6年 考试院组织法第5条 3 院长职权 A 宗理院务并监督所属机关 A 考试院院长宗理院务并监督所属机关 V 考试院院长因事故不能适事时 由副院长代理其职务 考试院组织法第8条 V 考试院会议主席 A 考试院设考试院会议 以院长 副院长 考试委员及前条各部会首长组织之 决定宪法锁定执掌之政策及其有关重大事项 V 前项会议以院长为主席 考试院组织法第7条 C 参与总统召集之愿即征职调节会议 总统对于愿与愿间之征职 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 得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之 宪法第44条 V 制立法院陈述意见 立法院开会时 关系院院长及各部会首长得列席陈述意见 宪法第71条 2 考试委员 1 产生方式 考试院设院长 副院长各议人 考试委员若干人 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不适用宪法第84条之规定 增修条文第6条第二项 2 任期 A 考试委员任期6年 B 前项人员出缺实际任人员之任期至原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考试院组织法第5条 3 名额 考试院考试委员之名额定为19人 考试院组织法第3条 4 职权 A 出席考试院会议考试院组织法第7条 A 考试院设考试院会议 以院长 副院长 考试委员及前条各部会首长组织之 决定宪法锁定职长之政策及其有关重大事项 前项会议以院长为主席 B 考试院就其长理或全国性人士行政事项 得照及有关机关会商解决之 B 考试委员需超出党派以外 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 宪法第88条 3 考试院会议 1 成员 考试院院长 副院长 考试委员及考选权续两部 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之首长组织之 考试院组织法第7条 2 职务 决定宪法第83条锁定职长之政策及其有关之重大事项 增修条文第6条删除宪法第83条公务员养老事项 4 考选部 智部长一人 掌理全国考选行政事宜 5 权续部 智部长一人 掌理全国文职公务员之权续及各机关人士机构之管理事项 6 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 智主任委员一人 并设保障处 培训处等次级单位 统筹全国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事宜 7 其他 1 宿院审议委员会 A 处理宿院案件 由考试院秘书长兼任主任委员 V 考试院于必要时得设各种委员会 其组织以法律定之 考试院组织法第15条 2 点式委员会 A 非常设机构 于考试前一个月 由考选部成准考试院有点式委员长一人 及点式委员若干人组成 于考试完毕后撤销之 V 考试院于必要时得设各种委员会 其组织以法律定之 考试院组织法第15条 3 秘书处 A 至秘书长一人 负责会议记录、文书、出纳等事宜 V 考试院至秘书长一人 特任陈院长之命处理本院事务 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 副秘书长一人 职务列检任第14职等 陈院长之命 相助秘书长处理本院事务 C 秘书长及副秘书长 应列席考试院会议 考试院组织法第9、10条 9 监察 1 监察院之性质与地位 1 国家最高监察机关 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 行使同意、弹劾、纠举及审计权 宪法第90条 为增修条文第7条 第1项以民事排除同意权 2 治权机关 孙文学说 3 准司法机关 1 监察院性质上本与国民大会 及立法院共同相当于 民主国家之国会 是自第76号解释 2 但增修条文规定 监察委员由总统提名 立法院同意 故性职已部属于国会 民意机关 学理上称为准司法机关 2 组织 医院长及副院长 1 产生方式于任期 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 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 一人为副院长 任期6年 由总 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增修条文第7条第2项 2 职务 A 宗理院务并监督所属机关 A 监察院院长宗理院务 并监督所属机关 监察院院长应事故不能事事时 由副院长代理其职务 监察院组织法第6条 B 但由于监察委员系 独立行使职权 而监察院所属机关 审计部之人员 一属独立行使职权 监督警具有形式意义 B 担任监察院会议主席 监察院会议由院长 副院长及监察委员组织之 以院长为主席 监察院组织法第7条 C 参与总统召集应院即征职时之条 解会议 总统对于院与院间之征职 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 得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之 宪法第44条 A 至立法院陈述意见 立法院开会时 关系院院长及各部会首长 得练习陈述意见 宪法第71条 2 监察委员 1 产生方式与任期 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 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 一人为副院长 任期6年 由总统提名 经历法院同一任命之 增修条文第7条第2项 2 超出党派 监察委员需超出党派以外 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 增修条文第7条第5项 3 兼职之禁止 A 不得兼任其他公职 A 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 或执行业务 宪法第103条 B 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各级名义代表 中央与地方机关之公务员 及其他依法令从事公务者 事字第42号解释 C 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国立编译馆编转 事字第17号解释 D 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公立医院院长及医生 事字第20号解释 E 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公营事业机关之董事 监察人及总经理与受有奉纪之文武职公务员 事字第24号解释 F 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审银行之董事及监察人 事字第25号解释 V 不得执行业务 A 监察委员不得执行民营公司之董事 监察人及经理人所执行之业务 事字第81号解释 V 监察委员不得执行新闻纸杂志发行人执行之业务 事字第120号解释 4 相关特权之停止适用 言论免则权及不逮捕特权停止适用 增修条文第7条第6项 3 监察院会议 由院长、副院长及监察委员组织之 以院长为主席 每月召开一次 监察院组织法第7条 监察院会议规则第4条 4 委员会 监察院得案行政院及其各部会之工作 分设若干委员会 调查一切设施 注意其是否违法或失职 宪法第96条 5 监察委员刑署 监察院是事实之需要 得将全国分区设监察院监察委员刑署 其组织令以法律定之 监察院组织法第8条 6 审计部 1 提名与任命 监察院设审计长 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宪法第104条 2 任期 审计长任期6年 审计部组织法第3条 7 密书处 1 监察院至密书长一人 特任 陈院长之命 处理本院事务 并指挥监督所属职员 副密书长一人 职务列检任第14职等 陈院长之命 相助密书长处理本院事务 监察院 组织法第9条 2 密书处执掌会议记录 案件资料 文书 印信出纳等事项 监察院组织法第10条 3 监察院之职务 1 弹劾权 对人权 1 弹劾之原因 A 监察委员对于公务人员 认为有违法或失职之行为者 应经2人以上之提议 向监察院提弹劾案 监察法第6条 V 弹劾案经提案 委员外之监察委员 9人以上之审查及决定成立后 监察院应及向惩戒机关提出之 弹劾案向惩戒机关提出后 于同一案件如发现新事实 或新证据经审查后 应送惩戒机关并案办理 监察法第8条 2 弹劾之程序 A 对中央地方公务员及司法院 考试院人员之弹劾案 需经监察委员2人以上之提议 9人以上之审查及决定 使得提出不受宪法98条之限制 增修条文第7条第三项 V 经监察院提起弹劾后 应移送公务员承介委员会负责承介 于所属9职等或相当于9职等以下之公务员 得进送公务员承介委员会审议 3 弹劾对象 A 中央地方公务员及司法院 考试院人员 增修条文第7条第三项 V 监察院人员 监察院对于监察院人员失职或违法之弹劾 适用宪法第95条第97条第2项及前项之规定 增修条文第7条第4项 C 军人 监察院对军人提出弹劾案时 应移送公务员承介委员会审议 是自第262号解释 对中央公务人员包括立法院之其他人员 与国民大会职员 总统府及其所属机关职员 是自第14号解释 4 例外不受弹劾之对象 A 立法委员 非属中央公务员 不属监察权行使对象 是自第14号解释 B 省县议会议员 属于名义代表 非监察权行使对象 是自第14 33号解释 C 总统 副总统 立法院对于总统 副总统之弹劾案 需经全体立法委员1分之1以上之提议 全体立法委员2分之2以上之决议 申请司法院大法官审理 不适用宪法第90条第100条及增修条文 第七条第一项有关规定 增修第四条第七项 2 纠举权 对人权 1 原因 监察委员对于公务人员认为 有违法或失职之行为 应先于已停职或其他急速处分时 得以书面纠举 经由其他监委三人以上之审查及决定 由监察院送交被纠举人之主管长官或上级长官 其违法行为涉及刑事或军法者 应尽送各该管司法或军法机关依法办理 监察法第19条 2 被纠举人员之主管长官或其上级长官 对于纠举案 不依规定处理 得改提弹劾案 被纠举人员之主管长官或其上级长官 接到纠举书后 不依前条规定处分或决定不应处分 如被纠举人员应改被弹劾而受惩戒时 其主管长官或其上级长官应付失职责任 监察法第22条 3 纠正权 对事权 1 原因 监察院对于调查行政院及其所属各机关之工作与设施后 经各有关委员会之审查及决议 得由监察院提出纠正案 促其注意改善 监察法第24条 2 行政院或有关部会接到纠正案后 应及为适当之改善与处置 并应以书面答复监察院 如于两个月人未将改善与处置之事时 答复监察院时 监察院得质问之 监察法第25条 4 调查权 1 监察院为行使监察权 得向行政院及其各部会调阅其所发布之命令 及各种有关之文件 宪法第95条 2 监察院得案行政院及其各部会之工作 分设若干委员会 调查一切设施 注意其是否违法或失职 宪法第96条 5 审计权 1 对于政府及其所属机关财政收支 与已及核之权 包括 A 监督预算之执行 B 核定收支命令 C 审核财政收支 审定决算 D 及查财务及财政上不法或不忠于职务之行为 依靠核财务效能 F 核定财务责任 G 其他依法律应办理之审计事项 审计法第2条 2 审计长应于行政院提出决算后3个月内 依法完成其审核 并提出审核报告于立法院 宪法第105条 3 审计权与地方自治 审计部于审市设审计处 办理地方财务之审计工作 与宪法并无抵触 6 提案权 监察院就其所长事项 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事字第3号解释 7 巡回监察权 监察委员得分区巡回监察 监察法第3条 8 监视权 监视法第1条 1 举行考试时 除检核外 依本法之规定 由考试院或考选机关分 请监察院或监察委员行属派员监视 2 反组织点事委员会办理之考试 应资请监察院派监察委员监视 3 反考试院派员或委托有关机关办理之考试 得由监察机关就地派员监视 10 中央与地方之权限 1 中央与地方权限制度比较 1 中央及权制 将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 决策及执行由中央政府负责 可避免地方割据 利于政策推行 但是由于事事皆由中央政府决定 无法配合地方需要发展地方特色 2 地方分权制 国家是全分散在地方政府 中央只有少数的国家象征权力 地方政府具有政务的决定权 使政策能应地制宜 配合地方发展 但也容易导致地方壁垒 阻碍整体国家发展 3 军权制 依照事权性职来决定权力的归属 有全国一致性的划归中央政府 需应地制宜的划归地方政府 矫正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缺点 4 我国宪法的制度 1 采用军权制 2 将事权属于中央者 列举划归成中央专属权 宪法第107条108条 3 将事权属于地方者 列举划归成地方专属权 但仅限于行政与立法权 司法权 考试权 监察权仍属于中央 4 为列举的事权 有全国一致性的 即属于中央 有全省一致性的 即属于省 有一线性质的 属于县 宪法第111条 5 若遇有争议时 由立法院解决之 宪法第111条 2 宪法列举之专属权 1 中央专属权 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 事项宪法第107条 共计13项 1 外交 2 国防与国防军事 3 国籍法及形式 民事 商事之法律 4 司法制度 5 航空 国道 国有铁路 航证 邮证及电证 6 中央财政与国税 7 国税与省税 限税之划分 8 国营经济事业 9 避制及国家银行 10 杜量横 11 国际贸易政策 12 涉外之财政经济事项 13 其他一本宪法 所定关于中央之事项 2 中央享有立法及执行权 而地方享有受托执行权 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 或交由省县执行之事项 又称为委办事项宪法第108条 共计二事项 1 省县自治通责 2 行政区划 3 森林 工况与商业 4 教育制度 5 银行及交易所制度 6 行业及海洋渔业 7 公用事业 8 合作事业 9 2 省以上之水路交通运输 10 2 省以上之水利河道及农牧事业 11 中央及地方官吏之权序 任用 纠查及保障 12 土地法 13 劳动法及其他社会立法 14 公用征收 15 全国户口调查及统计 16 移民及肯职 17 警察制度 18 公共卫生 19 政绩 抚恤及失业救济 20 有关文化之谷及 谷物及谷基之保存 3 宪专属权 由宪立法并执行之宪法第110条 1 宪教育 卫生 实业及交通 2 宪财产经营及处分 3 宪公营事业 4 宪合作事业 5 宪农林 水利 榆木及工程 6 宪财政及限税 7 宪债 8 宪银行 9 宪警卫之实施 10 宪慈善及公益事项 11 其他一国家法律及省自治法赋予之事项 3 非专属权之权限分配 1 分配原则 有全国一致之性职者属中央 有全省一致之性职者属省 有一县之性职者属于县 宪法第111条前段 2 争议之解决 中央与地方欲有争议时 由立法院解决之 宪法第111条后段 4 中央与地方关系 1 组织层级 1 中央政府 总统及五院 2 地方政府 直辖市 县 市 乡 镶 镇 市 等地方自治团体 2 宪法本文规定之实施程序 1 宪法第124条 A 县设县议会 县议会议员由县民选举之 B 属于县之立法权 由县议会行之 2 县设县政府 至县长一人 县长由县民选举之 3 我国实施地方自治之情况 1 自民国39年至民国83年 立法院始终未通过审县自治通则 仅以国民政府时期 颁布之省政府组织法 及行政院颁布之行政命令 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 刚要代替 违背宪法规定 应由立法院以法律规定 事项之法律保留原则 2 民国81年国民大会 通过宪法增修条文规定 审县地方自治 不受宪法相关条文规定之限制 宪法地方制度之规范 终告结束 立法院并于83年通过审县自治法 将原应由立法院通过的审县自治通则 与各省通过的审自治法 各县通过的宪自治法 及于一身 以收便利之效 并将宪法上的地方自治层级由省 县二级 透过法律改为省 直辖市 县 县辖市 乡 乡 镇 市 三级制 立法创设了我 国第三级的地方政府 3 动省 自从省长选举之后 政治上引发了叶尔清孝英的顾虑 终于在民国86年第四次修宪之后 停止第二届省长 及第11届省议员选举 立法院并于民国87年10月通过的 台湾省政府功能业务与组织调整 暂行条例中将审定位 成行政院支派出机关 非地方自治团体 立法院又因应审去自治化之后的地方制度 将审宪自治法 直辖市自治法 在民国88年1月合并为地方制度法 将台湾省政府定位为行政院派出机关 非自治团体 至此 宪法地方制度自治政府的层级 冻结了审自治的部分 其余直辖市 县 乡 镇 市 三级政府仍为持不变 首届省长选举也成为最后一届选举 5 自治监督 1 行政监督 1 有关中央立法而交由省县执行之事项 可谓是法性 适当性之监督 2 关于地方专属权 中央对省县有监督权 省对县有监督权 只可谓是法性监督 3 宪自治之监督机关为省政府 增修条文第9条第1项第7款 2 立法监督 1 审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者 无效 宪法第116条 2 宪单行规章与国家法律或审法规抵触者 无效 宪法第125条 3 地方行政规则之效力 地方制度法第30条第1项至第4项 A 自治条例与宪法 法律或基于法律授权之法规 或上级自治团体自治条例抵触者 无效 B 自治规则与宪法 法律 基于法律授权之法规 上级自治团体自治条例 或该自治团体自治条例抵触者 无效 上二项发生抵触无效者 分别由行政院 中央各该主管机关 县政府予以涵告 C 委办规则与宪法 法律 中央法令抵触者 无效 发生抵触无效者 有违办机关于以涵告无效 4 下级自治条例高于上级自治规则 3 司法监督 1 审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无抵触 发生疑意识 由司法院解释之 宪法第117条 2 自治法规与宪法 法律 基于法律授权之法规 上级自治团体自治条例 或该自治团体自治条例有无抵触 发生疑意识 得申请司法院解释之 地方制度法第30条第5项 6 审 修宪后审之地位 地方制度法 第2条第1款 省政府为行政院派出机关 省为非地方自治团体 1 审自议会 审设审自议会 至审自议会议员若干人 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 增修条文第9条第1项第2款 2 审政府 审设审政府至委员9人 其中1人为主席 均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 增修条文第9条第1项第1款 3 台湾省政府之调整 台湾省政府之功能 业务与组织之调整 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 增修条文第9条第2项 4 地方制度法 1 第2条第1款 地方自治团体 指依本法实施地方自治 据公法人地位之团体 省政府为行政院派出机关 省为非地方自治团体 2 第8条 省政府受行政院指挥监督 办理下列事项 A 监督县 是自治事项 B 执行省政府行政事务 C 其他法令授权或行政院交办事项 5 与省同级组织 直辖市 蒙古各蒙其地方自治制度 以法律定之 西藏自治制度 应予以保障 宪法第118 119 120条 6 设直辖市 人口拒居达125万人以上 且在政治 经济 文化及都会区域发展上 有特殊需要之地区 得设直辖市 地方制度法第4条 7 县 一点地位 1 县为宪法地方自治最基层的单位 2 县政府为第二级之地方行政机关 3 县民官于县自治事项 依法律行使创制 复决之权 对于县长及其他县自治人员 依法律行使选举 罢免之权 县法第123条 2 组织 1 县议会 县之立法机关 县议员由县民选举之 县法第124条 县法增修条文第9条 第1项第3 四款 2 县政府 县之行政机关 至县长一人 县长由县民选举之 县法第126条 县法增修条文第9条 第1项第5款 3 试 试准用县之规定 县法第128条 3 审 县政府职权 审县地方制度 以法律定之 不受县法第108条 第1项第1款 第109条 第112条至第115条 及第122条之限制 增修条文第9条 冻结审县自治通则 审自治权限 审明代表大会之召集 与审自治法之制定 审自治法之内容 审自治法之审查 审自治法发生重大障碍之解决 审明代表大会之召集 与审自治法之制定 4 审政府 1 受托处理中央委托事项 审法第108条 2 审承行政院之命 监督审自治事项 增修条文第9条 第1项第7款 3 审担行法规之制定 审法第108条第2项 5 审政府 1 执行中央委办事项 审法第108 109条 2 处理审自治事项 审法第110条 3 制定限单行规章 11 地方制度 1 基本概语 1.地方自治的意涵 地方自治哪国家特定区域内的人民 基于国家授权或依国家法令 在国家监督下 自组法人团体 以地方之人及地方之才 自行处理各该区域内公共事务的一种政治制度 也是一种地方民主制度 2.地方政府的意涵 是指一个国家的特定地方内 具有规范性之自我治理能力 及所谓地方自治的政权团体 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对称 广义的定义系管理特定行政区域内公共事务的 政府机构之总称 狭义的定义则专指地方之行政机关 3.地方自治 1.固有权说 2.承认说 3.制度保障说 4.人民主权说 4.地方民主与治 1.地方民主 A.选举地方公职人员 B.非选举形式的参与 2.地方制 A.分工更细致化及专门化的国家体制 B.权力所拥有的强制性质的退化 C.权威的外放与富裕 D.多层次的治理 E.多样化与分散化 F.伙伴关系 网络关系及共同参加行政府 5.自治监督 所谓自治监督 系指地方自治团体 无在办自治事项或职委办事项 接受国家的监督 可分为两方面的意义来论述 1.消极的监督 监督含有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视察 考核、监视和纠正等性质 其目的在防范地方政府代呼职务 或滥用自治权力 以维护地方人民的合法权益 2.积极的监督 其含有督促、指导和辅助的性质 目的在促使地方政府善用其自治权 努力地方建设事业 并辅助各地方自治团体的均衡发展 进一步促进国家的繁荣 2.附近关系与跨预制 1.中央与地方权则划分 1.中央专属权 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事项 宪法第107条 共计13项 2.中央享有立法及执行权 而地方享有受托执行权 由中央立法并执行之 或交由省县执行之事项 又称为委办事项宪法第108条 共计20项 3.宪专属权 由县立法并执行之宪法第110条 4.非专属权之权限分配 A.分配原则 有全国一致之性职者属中央 有全省一致之性职者属审 有一县之性职者属于县 宪法第111条前段 V.争议之解决 中央与地方遇有争议时 由立法院解决之 宪法第111条后段 2.附近关系模型语 1.定义 所谓附近关系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简单来说 是指各级政府彼此间之互动 及关系 换言之 为使政府能有效旅行国家之功能 以垂直分工的方式将政府 划分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彼此各有不同之权利与责任 两者之间的关系 及所谓的附近关系 2.依中央集权程度之不同 附近关系可区分为三种类型 A.单一致 中央政府居于主宰地位 B.邦联致 地方政府居于支配地位 C.联邦致 中央与地方政府分享权利 3.辅济网络制与管 1.垂直行辅济合作 2.水平行辅济合作 3.跨部门伙伴关系 4.多层次治理 4.辅济财政关系 辅济财政是以多层及政府之间 财源分配支出负担与财政 以转为核心制度运作的 两与和民众服指息息相关 5.跨区域与跨部门制 1.跨域治理的意涵 跨区域合作治理 系指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不同部门、团体或行政区 应彼此之 间的业务、功能和将界相接及重叠 而逐渐模糊 导致权责不明 无人管理与跨部门的问题发生时 借由地方政府、私人企业、社区团体 以及非盈利组织的结合 透过协力、社区参与、公司合伙 或行政契约等联合方式 以处理解决彼此共同问题之机制 2.跨区域合作治理乃涵盖 A.组织单位中的跨部门 B.地理空间上的跨区域 C.跳托公司分野的伙伴关系 D.横跨各政策领域的专业合作 6.会区制 1.都会治理之以涵 A.都会区又称臣世代 都是圈、是指当一个都是逐渐发展 并阔及都是周边地区 使其经济社会关系及工业发展 结合成一个密可分的复合体 E.国土计划法第三条第四款 都会区域只有一个以上之中心 都是为核心 及与中心都是在社会、经济上 具有高度观 连之直辖市、县、市、或乡、镇、市、区 所共同组成之范围 B.所谓都会治理 是指透过治理方式来处理都会事物 具体的措施则在于建构都会治理机制 以回应国家与地方对都会价值与需求 故当治理概念用于处理公共事物系 以都会社群之事物为主时 即为之都会治理 2.都会治理的特质 A.都会治理是在没有都会政府的情况下产生 都会治理在一个为数众多的小型城市 体高度分输的区域中是有效的 而这现象在某种程度可与新区域主义相连结 该新区域主义主张都会区 能够创设一个非单一主导型都会 政府的都会治理结构 B.都是治理之特质 A.高度的公民参与 B.减低敌对政治性 转而形成共事性的政治 C.强烈的代表性 D.建立公共企业家精神 E.营造社群差异化 F.强调克责性 以扩展个人在自我治理的能力 有关都会区域内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 如何与时俱进的新或创新 从较容易的非正式合作到高难度的诊病 合并等皆是都会区内地方政府 兼可以考虑选择的方案 3.地方自治组织与功能 1.地方政府政机关组织与功能 依据我国地方制度法 及地方行政机关组织准则之规定 直辖市长有较大之组织编制 原额及人士任用权权限 县市长次之 乡镇市长则再次之 自一提议 分数说明如下 1.组织编制 A.直辖市 直辖市政府一级单位及所属一级机关 人口未满200万人者 合计不得超过29处 局委员会 人口在200万人以上者 合计不得超过32处 局委员会 B.县市 A.县市 政府一级单位及所属一级机关 除主计人士及正丰单位 一专属人士管理法律设立外 一下列公式计算之数值 及相对应之机关单位数 定期设立总数 各该县市 前一年12月31日 人口数1000080%之加 各该市 前一年12月31日 日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1000010%加 各该市 前三年度决算 审定数之自由裁员比率 之平均数10% B.县公式计算所得数值 县市 政府得设立之一级单位 及所属一级机关总数 举例如下 数值未满二者 不得超过13处 局 数值在76以上者 不得超过23处 局 2.组支援额 A.直辖市 直辖市政府支援额总数 除警察及消防机关支援额外 一人口数多寡分别设置 例如人口总数在125万人以上 未满175万人者 不得超过6500人 B.县市 县市 政府除警察及消防机关支援额外 以中华民国88年7月1日 支编制援额总数 为其总援额基准数 以该基准数加分配增加援额之和 为各该县市 政府援额总数 除人口数多寡外 上考量面积 自主裁员 3.人事任用权 A.直辖市 A.直辖市政府致副市长两人 相助市长处理市政人口在250万人以上 之直辖市 得增致副市长一人 职务均比照减任第十四职等 由市长任命 并报行政院被查 B.直辖市政府一级单位主管 及所属一级机关首长 除主纪 人事 警察及政风主管或首长 一专属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 其余职务均比照减任第十三职等 由市长任免之 B.县 市 A.县 市政府致副县 市 长一人 相助县 市 市 德增至副县 市长一人 军由县 市长任命 报内政部被查 V 县 市政府一级单位主管及所属一级机关首长 除主纪 人事 警察 税捐及正风之主管或首长 一专属人事管理法律任免 其总数二分之一 得列政务职 其职务比照检任第十二职等 其余军由县 市长依法任免之 综上所述 地方行政机关组织准则将直辖市与县 市 兼设定过大差距 以制造成后直辖市清县 市之结果 无论在组织编制或原额总数的设计上 县 市 军教直辖市不足 应予以调整 二点 地方政府法机关组织与功能 地方自治团体的政府组织被称为地方政府 其中立法机关目前分为三个层级 一 第一级之直辖市 立法机关 直辖市议会 二 第二级之县 市 立法机关 县议会 市议会 三 第三级之乡 寒山地乡 镇 县辖市 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 立法机关 乡 镇 县辖市民代表会 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会 三点 地方文官制 一 文官是不具军人身份的官吏之统称 因此负责政治以及行政事务的官员称之为文官 相对此为武官 二 现代社会中 文官往往只透过考试或甄选而成的事务行公务员 相对于透过民众选举或者行政首长任命的政务官 三 文官除了因为自愿请辞或犯罪 重大过失而去职以外 其任期 晋升 调动 退离待遇等事项通常由人士法规保障 不受选举和政党轮替所影响 享有稳定的工作权 而政务官基本上没有固定的任期 通常随聘用时间 政党进退 政策变更 任务需要而去留 四 原住民自治制 原住民的自治权是指以自己的方式来掌握自己的事务 具体而言 就是原住民有权利治理自己 及有权利决定自己所有的政治 经济 社会 以及文化事务 以达到自主的境界 而非只是自治区的设置 四 地方政府管理制 一点地方制方法 二 政区化 三 社区总体营造 四点地方财政 五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 六点地方产业及经济发展 五 地方政治与自治 一点地方选举 二点地方派系政治 三点地方辅会关系 四点地方民主与公民语 十二 选举 罢免 创制 复决 一 选举 一 选举方式 一 普通 一人一票 即所谓普遍选举制 凡是合格公民皆有选举权 并无财产 教育或性别及阶级等限制 二 平等 每票等值 三 直接 由选民直接选出名义代表或行政人员 四 无记名 即秘密投票 选民不在选票上记载其姓名 二 选举 被选举资格 一 宪法规定 中华民国国民年满二十岁者 有依法选举之权 除本宪法及法律别有规定者外 年满二十三岁者 有依法被选举之权 宪法第一百三十条 二 选罢法特别规定 A 候选人积及资格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二十四条 A 选举人年满二十三岁 得于其行使选举权之选举区 登记为公职人员候选人 但直辖市长 县市长候选人需年满三十岁 乡 镇 市长 原住民区长候选人需年满二十六岁 B 选举人年满二十三岁 得由依法设立之政党登记为全国不分区 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之全国不分区候选人 C 侨居国外之中华民国国民年满二十三岁 在国内未曾设有户籍或已将户籍迁出国外连续八年以上者 得由依法设立之政党登记为全国不分区 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之侨居国外国民候选人 B 候选人消极资格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二十七条 下列人员不得登记为候选人 A 现役军人 B 服替代役之现役一难 C 军事学校学生 B 各级选举委员会之委员 监察人员 职员 乡 镇 镇 市 区 公所办理选举事务人员 及投票所 开票所工作人员 E 依其他法律规定不得登记为候选人者 前项第一款之现役军人 属于后备军人或补充兵应照者 在应照未入营前或细受教育 请勿及点阅照及均不受限制 第二款服替代役之现役一难 属于服役其满后受召集扶勤者 一同 C 竞选方式 本宪法所规定各种选举之候选人 一律公开竞选 宪法第131条 D 选举诉讼 选举应严禁威协力有 选举诉讼由法院审判之 宪法第132条 2 罢免 1 被选举人得由原选举区依法罢免之 宪法第133条 2 公职人员之罢免 得由原选举区选举人 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罢免案 但就职位满一年者 不得罢免 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立法委员选举之当选人 不适用罢免之规定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75条 3 创制 公民得以法定人数之提议 提出法案 经投票制定法律 4 复决 经由公民提议或法定机关之请求 将法案交由公民投票 已决定其存费 1 由宪民行使方式 宪民关于宪自治事项 依法律行使创制 复决之权 对于宪长及其他宪自治人员 依法律行使选举罢免之权 宪法第123条第一项 2 一般人民行使方式 创制 复决两权之行使由法律定之 宪法136条 13 基本国策 1 基本国策内容与性质 1 主要内容 1 民族主义 国防 外交 边疆地区 2 民权主义 教育文化 3 民生主义 国民经济 社会安全 2 条文性质 1 方针条款 该宪法条文仅具有宣示意义 作用只是指出国家机关 日后发展与努力的方向 2 宪法委托 宪法条文必须透过立法者的立法行为 方能加以实现 而立法者有义务透过立法实现 该项宪法内容 3 制度性保障 宪法条文规定的事项 立法者必须形成一套具体的法律制度 并且不得以其他法律侵犯该项制度 否则司法机关即可宣告其为危险 4 公法权利 该项宪法条文保障之权利 只要国家机关积极加以侵犯或消极部作为 人民即可请求国家给予救济 2 国防 1 国防之目的 中华民国之国防 以保卫国家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 宪法第137条第一项 2 国防组织法制化 国防之组织以法律定之 宪法第137条第二项 3 军队国家化 1 全国陆海空军需超出个人 地域及党派关系以外 效忠国家爱护人民 宪法第138条 2 任何党派及个人 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战争工具 宪法第139条 4 文5分制 文官领导 宪议军人 不得兼任文官 宪法第140条 5 退5军人之保障 国家应尊重军人对社会之贡献 并对其退役后之就学 就业 就医 就养 宪法征修条文第10条第9项 3 外交 1 精神 因本独立自主精神 平等互惠之原则 敦目邦交 尊重条约及联合国宪章 宪法第141条 2 目标 保护侨民权益 促进国际合作 提倡国际正义 确保世界和平 4 国民经济 1 基本原则 1 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 实施平均地权 截至资本 以谋国际民生之君族 宪法第142条 2 经济及科学技术之发展 应与环境及生态保护兼筹并故 增修条文第10条第2项 2 平均地权 1 土地公有原则 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 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 应受法律之保障与限制 私有土地应照价纳税 政府并得照价收买 宪法第143条第1项 2 矿物及天然力属国家所有 附着于土地之矿及经济上可供公众利用之天然力 属于国家所有不应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受影响 宪法第143条第2项 3 涨价归公 土地价值非应施以劳力资本而增加者 应由国家征收土地增值税归人民共享之 宪法第143条第3项 4 根者有其田 国家对于土地之分配与整理 应以扶植自根农及自行使用土地人为原则 并规定其适当经营之面积 宪法第143条第4项 3 节制资本 1 发达国家资本 公用事业及其他有独占性之企业 以公营为原则 其经法律许可者得由国民经营之 宪法第144条 2 节制私人资本 A 国家对于私人财富及私营事业 认为有妨害国际民生之平衡发展者 应以法律限制之 B 合作事业应受国家之奖励与辅助 C 国民生产事业及对外贸易 应受国家之奖励指导及保护 宪法第145条 4 其他相关政策 1 促进农与工商发展与现代化 国家应奖励科学技术发展及投资 促进产业升级 推动农与业现代化 重视水资源之开发利用 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宪法增修条文第10条第一项 2 促进农业工业化 国家应运用科学技术 以新修水利 增进地利 改善农业环境 规划土地利用 开发农业资源 促成农业之工业化 宪法146条 3 谋求全国经济平衡发展 宪法147条第一项 4 或畅其流 中华民国领域内 一切货物应许自由流通 宪法148条 5 健全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应依法受国家之管理 宪法149条 6 侨民经济事业 国家对于侨居国外之国民 应辅助并保护其经济事业之发展 宪法151条 7 中小企业之保障 国家对于人民侵犯之中小型经济事业 应辅助并保护其生存与发展 增修条文第十条第三项 8 公营金融机构企业化管理 国家对于公营金融机构之管理 应本企业化经营之原则 其管理 人事 预算决算及审计 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 增修条文第十条第四项 5 社会安全 1 保障工作权 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 国家应予以适当之工作机会 宪法第152条 2 保护劳动者 国家为改良劳工及农民之生活 增进其生产技能 应制定保护劳工及农民之法律 实施保护劳工及农民之政策 妇女儿童从事劳动者 应按其年龄及身体状态 予以特别之保护 宪法第153条 3 劳资协调 劳资双方应本协调合作原则 发展生产事业 劳资纠纷之条解与仲裁 以法律定之 宪法第154条 4 社会保险与救济 国家为谋社会福利 应实施社会保险制度 人民之老弱残废 无力生活 即受非常灾害者 国家应予以适当之辅助与救济 宪法155条 5 妇女儿童福利 国家为奠定民族生存发展之基础 应保护母性 并实施妇女儿童福利政策 宪法156条 6 增进民族健康 国家为增进民族健康 应普遍推行卫生保健事业及公医制度 宪法157条 7 社会福利措施 国家应重视社会救助 福利服务 国民就业 社会保险及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工作 对于社会救助和国民就业等救济性支出应优先编列 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第八项 8 推行全民健保 国家应推行全民健康保险 并促进现代和传统医药之研究发展 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第五项 9 保障妇女权益 国家应维护妇女之人格尊严 保障妇女之人身安全 消除性别歧视 促进两性地位之实值 平等 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第六项 10 辅助身心障碍者 国家对于身心障碍者之保险与就医 无障碍环境之建构 教育训练与就业辅导 及生活维护与救助 应与保障 并辅助其自立与发展 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第七项 6 教育文化 1 教育文化之目的 教育文化 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 自治精神 国民道德 健全体格 科学及生活智能 宪法第158条 2 教育权 1 机会平等 国民受教育之机会 一律平等 宪法第159条 2 基本教育免费 6岁至12岁之学龄儿童 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 其贫苦者 由政府供给书籍 宪法第160条第一项 3 推广补习教育 以于学龄位受基本教育之国民 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 其书籍亦由政府供给 宪法第160条第二项 4 广设奖学经 各级政府应广设奖学经名额 以辅助学行具优无力升学之学生 宪法第161条 3 国家之监督 全国公司立之教育文化机关 依法律受国家之监督 宪法第162条 4 教育均衡发展 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 并推行社会教育 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准 边远及评级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 由国库补助之 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 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 宪法163条 教科文预算限制 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 尤其国民教育之经费应优先编列 不受宪法第164条之限制 增修条文第10条第10项 6 教育文化工作者保障 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 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 随时提高其待遇 宪法第165条 7 奖励措施 1 科学创造发明及古迹古物 国家应奖励科学之发明与创造 并保护有关历史、文化、艺术之古迹、古物 宪法第166条 2 从事学术、教育事业者之奖励 宪法167条 国家对于下列事业或个人 予以奖励或补助 A 国内私人经营之教育事业成绩优良者 B 侨居国外国民之教育事业成绩优良者 C 于学术或技术有发明者 D 从事教育久于其职而成绩优良者 7 边疆地区 1 边疆民族地位之保障及自治事业之扶植 国家对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地位 应于以合法之保障 宪法第168条 2 边疆教育文化事业之扶持及土地使用之保障 国家对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教育 文化、交通、水利、卫生及其他经济 社会事业应积极举办 并辅助其发展 对于土地使用 应依其气候、土壤性质 及人民生活习惯之所以 予以保障及发展 宪法第169条 3 自由地区原住民 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人民之保障 国家应依民族意愿 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参与 并对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卫生、医疗 经济土地及社会福利事业 予以保障辅助并促其发展 其办法令以法律定之 对于澎湖、金门及马祖地区人民一同 增修条文第10条第12项 4 肯定多元文化 维护发展原住民族与言及文化 国家应肯定多元文化 并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与言及文化 增修条文第10条第11项 5 乔居国外国民之政治参与之保障 国家对于乔居国外国民之政治参与 应与保障 增修条文第10条第13项 14 宪法之施行及修改 1 严格 我国宪法于1947年颁布实施后 历经动员勘乱时期零时条款的五次修订 以及1991年展开宪法增修条文的七次修订 对宪法内容的改变亦多 虽曾有为大法官会议以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程序 是自第499号一旨 唯由宣告无效之事 但学历对历次宪法变革的见解 均已修宪式之 2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 1 行政院院长不信任案 增修条文第三条 1 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一提出联署 2 经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同意 2 总统 副总统之罢免案 增修条文第两条 1 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一提议 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同意后提出 2 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总额过半数之投票 有效票过半数同意罢免时即为通过 3 总统 副总统之谈劾案 增修条文第四条 1 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以上提议 2 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决议 申请司法院大法官审理 4 领土变更案 增修条文第四条 1 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一提议 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三出席 出席委员四分之三决议后提出公告半年 2 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投票复决 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 5 宪法修正案 增修条文第十二条 1 立法委员四分之一提议 四分之三出席 出席委员四分之三决议后提出公告半年 2 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投票复决 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 及通过之 4 宪法增修条文 为因英国家统一前之需要 依照宪法第27条第1项第3款 及第174条第1款之规定 增修本宪法条文如左 1 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于立法院提出宪法修正案 领土变更案 经公告半年 应于三个月内投票复决 不适用宪法第四条第174条之规定 2 宪法第25条至第34条及第135条之规定 停止适用 2 总统 副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之 自中华民国85年第9任总统副总统选举实施 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应联名登记 在选票上同列一组圈选 以得票最多之一组为当选 在国外之中华民国自由地区人民反国行使选举权 以法律定之 2 总统发布行政院院长与依宪法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员之任免命令 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 无需行政院院长之附属 不适用宪法第37条之规定 3 总统 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 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发布紧急命令 为必要之处置 不受宪法第43条之限制 但需于发布命令后10日内提交立法院追认 如立法院不同意时 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 4 总统为决定国家安全有关大政方针 得涉国家安全会议及所属国家安全局 其组织以法律定之 4 总统于立法院通过对行政院院长之不信任案 后10日内经咨询立法院院长后 得宣告 解散立法院 但总统于戒严或紧急命令生效期间 不得解散立法院 立法院解散后 应于60日内举行立法委员选举 并于选举结果确认后10日内自行集会 其任期重新起算 6 总统 副总统之任期为4年 连选得连任一次 不适用宪法第47条之规定 7 副总统缺位时 总统应于3个月内提名候选人 由立法院补选 继任至原任期届满为止 8 总统 副总统均缺位时 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 并依本条第一项规定不选总统 副总统 继任至原任期届满为止 不适用宪法第49条之有关规定 9 总统 副总统之罢免案 需经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 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之同意后提出 并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 总额过半数之投票 有效票过半数同意罢免时 即为通过 X 立法院提出总统 副总统弹劾案 申请司法院大法官审理 I 行政院院长由总统任命之 行政院院长辞职或出缺时 在总统为任命行政院院长前 由行政院副院长暂行代理 宪法第55条之规定 停止适用 二 行政院依左列规定 对立法院负责 宪法第57条之规定 停止适用 一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 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则 立法委员在开会时 有向行政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 首长直询之权 二 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 预算案 条约案 如认为有至爱难行时 得经总统之何可 于该决议案送达行政院十日内 以请立法院复议 立法院对于行政院以请复议案 应于送达十五日内做成决议 如维修会期间 立法院应于七日内自行集会 并于开议十五日内做成决议 复议案于其位一决者 原决议失小 复议时 如今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以上决议 为实原案 行政院院长应及接受该决议 三 立法院得经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一以上联署 对行政院院长提出不信任案 不信 任案提出七十二小时后 应于四十八小时内以记名投票表决之 如今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行政院院长应于十日内提出辞职 并得同时陈请总统解散立法院 不信任案如未或通过 一年内不得对同一行政院院长再提不信任案 三国家机关之职权 设立程序及总员额 得以法律为准则性之规定 四个机关之组织编制及原额 应依前向法律 基于政策或业务需要决定之 第四条 埃立法院立法委员自第七届起113人 任期四年 连选得连任 于每届任满前三个月内 依左列规定选出之 不受宪法第六十四条及第六十五条之限制 一 自由地区直辖市 县市七十三人 每县市至少一人 二 自由地区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 三 全国不分区及桥居国外国民共三十四人 二 前向第一款一个直辖市 县市人口比例分配 并按应选名额划分同而选举区选 出之 第三款一政党名单投票选举之 由获得5%以上政党选举票之 政党一得票比率选出之 各政党当选名单中 妇女不得低于1分之1 三立法院于每年集会时 得听取总统国情报告 四立法院经总统解散后 在新选出之立法委员就职前 视同修会 V 中华民国领土 一 其固有疆域 非经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 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三之出席 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 提出领土变更案 并于公告半年后 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投票复决 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半数 不得变更之 六 总统于立法院解散后发布紧急命令 立法院应于三日内自行集会 并于开议七日内追认之 但于新任立法委员选举投票日后发布者 应由新任立法委员于就职后追认之 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紧急命令立即失效 七立法院对于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 需经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以上之提议 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决议 申请司法院大法官审理 不适用宪法第九十条 第一百条及增修条文第七条第一项有关规定 八立法委员除现刑犯外 在会其中 非经立法院许可 不得逮捕或拘禁 宪法第七十四 条之规定停止适用 第五条 埃司法院设大法官十五人 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 一人为副院长 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一任命之 自中华民国九十二年起实施 不适用宪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 司法院大法官除法官转任者外 不适用宪法第八十一条及有关法官终身职待遇之规定 二司法院大法官任期八年 不分届次 个别计算 并不得连任 但并为院长 副院长之大法官 不受任期之保障 三中华民国九十二年总统提名之大法官 其中八位大法官 韩院长 副院长任期四年 其余大法官任期为八年 不适用前项任期之规定 四司法院大法官除一宪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外 并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总统 副总统之弹劾及政党违宪之解散事项 非政党之目的或其行为 违害中华民国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宪政 秩序者为违宪 六司法院所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 行政院不得删减 但得加注意见 编入中央政府总预 算案 送立法院审议 第六条 I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 掌理左列事项 不适用宪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 假考试 以公务人员之权序 保障 抚恤退休 并公务人员任免 考基 疾奉 申签 褒奖之法制事项 二考试院社院长 副院长各议人 考试委员若干人 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不适用宪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 三宪法第八十五条 有关案审区分别规定名额 分区举行考试之规定 停止适用 第七条 I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 行使弹劾 纠举及审计权 不适用宪法第九十条 及第九十四条 有关同意权之规定 二监察院设监察委员二十九人 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 一人为副院长 任期六年 由总 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宪法第九十一条 至第九十三条之规定 停止适用 三监察院对于中央 地方公务人员及司法院 考试院人员之弹劾案 需经监察委员二人以上之提议 九人以上之审查及决定 使得提出 不受宪法第九十八条之限制 四监察院对于监察院人员 失职或违法之弹劾 适用宪法第九十五条 第九十七条第二项及前项之规定 非监察委员需超出党派以外 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 六宪法第一百零一条 及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 停止适用 第八条 立法委员之报酬或待遇 应以法律定之 除年度通案调整者外 单独增加报酬或待遇之规定 应自次借其实施 第九条 I审 现地方制度 应包括左列各款 以法律定之 不受宪法第一百零八条 第一项第一款 第一百零九条 第一百十二条 至第一百十五条 及第一百二十二条之限制 A审设审政府 至委员九人 其中一人为主席 均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 B审设审资议会 至审资议会议员若干人 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 C县设审议会 县议会议员由宪明选举之 G属于县之立法权 由宪议会行之 E县设审政府 至县长一人 由宪明选举之 F中央与审 限制关系 G审承行政院之命 监督县自治事项 二台湾省政府之功能 业务与组织之调整 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 第十条 I国家应奖励科学技术发展及投资 促进产业升级 推动农业现代化 重视水资源之开发利用 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二经济及科学技术发展 应与环境及生态保护兼筹并故 三国家对于人民兴犯之中 小型经济事业 应辅助并保护其生存与发展 四国家对于公营金融机构之管理 应本企业化经营之原则 其管理 人事 预算 决算及审计 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 V国家应推行全民健康保险 并促进现代和传统医药之研究发展 六国家应维护妇女之人格尊严 保障妇女之人身安全 消除性别歧视 促进两性地位知识值平等 七国家对于身心障碍者之保险与就医 无障碍环境之建构 教育训练与就业辅导 及生活维护与救助 应与保障 并辅助其自立与发展 八国家应重视社会救助 福利服务 国民就业 社会保险及医疗保健等 社会福利工作 对于社会救助和国民就业等 救济性支出应优先编列 九国家应尊重军人对社会之贡献 并对其退役后之就学 就业 就医 就养 予以保障 X教育 科学 文化之经费 尤其国民教育之经费 应优先编列 不受宪法第164条规定之限制 十一国家肯定多元文化 并积极维护发展援助民族与研级文化 十二国家应一民族意愿 保障援助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参与 并对其教育文化 交通水利 卫生医疗 经济土地及社会福利事业 予以保障辅助并促其发展 其办法令以法律定之 对于澎湖 金门及马祖地区人民一同 十三国家对于侨居国外国民之政治参与 应与保障 第十一条 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间人民权利 义务关系及其他事务之处理 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 第十二条 宪法之修改 需经立法院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 四分之三之出席 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 提出宪法修正案 并于公告半年后 经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投票复决 有效同意票过选举人总额之办数 及通过之 不适用宪法第174条之规定 五 司法院大法官解释 一 司法院解释 司法院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解释 这三个词所指应该相同 就是目前在司法院网站上的大法官解释 二 大法官会议 依由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法的法条 严格可知 在1958年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法公布后 大法官会议 长理司法院解释宪法 及统一解释法律与命令之事项 2.1993年后 司法院大法官会议法修订为 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 立法理由采明大法官为释宪之主体 会议 警细大法官审理释宪案件之方式 而非一单独之机关或单位组织 此后 大法官会议 已不再是长理司法院解释宪法 及统一解释法律与命令的机关 仅是一个会议形式 3.在2019年1月4日 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 在座修订 改明并公布宪法诉讼法后 新法已不再见到大法官会议的规定 至该法于2022年正式施行后 宪法法庭将如何演变 有待后续观察 录 总统府及五院组织法 1.总统府组织法 1.修正日期 民国99年8月19日 2.公布日期 民国99年9月1日 3.法规内容 第一条 总统府之设置 第二条 各局市之设置 第三条 第一局掌理事项 第四条 第二局掌理事项 第五条 第三局掌理事项 第六条 机要市掌理事项 第七条 市卫市掌理事项 第八条 公共事务市掌理事项 第九条 正副秘书长之设置及其职权 第十条 文职军职人员编制 第十一条 人事处处长及其职权 第十二条 会计处会计长及其职权 第十三条 阵风处处长及其职权 第十四条 职务适用职系 第十四条 之一 法规委员会之设置 第十五条 资政 国策顾问之领聘 与无己职之明定 第十六条 战略顾问之设置 第十七条 中研院 国使馆及国父林员管理委员会之设置 第十八条 处务归程 第十九条 施行日 二 行政院组织法 一修正日期 民国110年12月28日 二 公布日期 民国111年1月19日 三法规内容 第一条 立法依据 第二条 职权之行事 第三条 各部之设置 行政院设下列各部 一 内政部 二 外交部 三 国防部 四 财政部 五 教育部 六 法务部 七 经济及能源部 八 交通及建设部 九 劳动部 十 发展部 第四条 各委员会之设置 行政院设下列各委员会 一 国家发展委员会 二 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 三 大陆委员会 四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五 海洋委员会 六 乔务委员会 七 国军退除一关兵辅导委员会 八 援助民族委员会 九 客家委员会 第五条 政务委员之设置 第六条 主计总处及人事行政总处之设置 第七条 中央银行之设置 第八条 国立故宫博物院之设置 第九条 独立机关之设置 第十条 院长之职务 第十一条 院会列席人员之邀请或指定 第十二条 政副秘书长及发言人之设置 第十三条 职务列等级员额配制令定之 第十四条 院内专责单位之设置 第十五条 施行日 三 立法院组织法 一 修正日期 民国105年11月18日 二 公布日期 民国111年1月19日 三法规内容 第一条 立法依据 第二条 职权之行事 第三条 正 副院长之产生 第四条 会议以院长为主席 第五条 会议公开原则及例外 第六条 临时会之召集 第七条 程序委员会之设置 第八条 纪律委员会之设置 第九条 修宪委员会之设置 第十条 各委员会之设置 第十一条 委员会人数 删除 第十二条 委员会组织之定定 第十三条 院长 副院长之任其级执掌 第十四条 秘书长 副秘书长之职务 级执掌 第十五条 各处局管中心之设置 第十六条 秘书处掌理事项 第十七条 议事处掌理事项 第十八条 公报处掌理事项 第十九条 总务处掌理事项 第十九条之一 资讯处掌理事项 第十条 法治局掌理事项 第十一条 预算中心掌理事项 第十二条 国会图书馆掌理事项 第十二条之一 中南部服务中心掌理事项 第十二条之二 议政博物馆掌理事项 第十三条 顾问及参事之设置 第十四条 人员之编制 第十五条 法治局之编制 第十六条 预算中心之编制 第十七条 国会图书馆之编制 第十七条之一 中南部服务中心之编制 第十七条之二 议政博物馆之编制 第十八条 聘用人员 第二十九条 人事处职务 职长 第三十条 会计处职务 职长 第三十一条 警卫队之编制 第三十二条 立法委员津贴及补助 第三十三条 党团 政团之组成 第三十三条之一 中南部服务中心 及议政博物馆之人员编制 第三十三条之二 自愿退休人员 第三十四条 处务规程之拟定 第三十五条 施行日 四 司法院组织法 一修正日期 民国110年12月28日 二公布日期 民国111年1月19日 三法规内容 第一条 立法依据 第二条 职权之行使 第三条 大法官之设置 及宪法法庭之成立 第四条 大法官之资格 第五条 大法官之独立行使 职权及时任法官 及检察官 转任大法官任期 届满之处理 第六条 所辖机关之设置 第七条 院长职务 及正副院长 出缺之处理 第八条 正副秘书长 之设置及职务 第九条 各厅处之设置 第十条 正副厅长 正副处长之设置 及职务 第十一条 参事之设置 及职务 第十二条 各级人员之职称 职务列等级原额 第十三条 法官协助办理案件 第十四条 大法官助理之设置 及职务 第十五条 人事处 会计处 统计处 及正封处之设置 及其正副处长 职务列等 第十六条 各厅 处分科办事 第十七条 司法院会议之召开 第十八条 一业务需要设委员会 第十九条 法官学院之设立 第二十条 司法博物馆之设立 第二十一条 处务归程 第二十二条 施行日 五 监察院组织法 一修正日期 民国108年12月10日 二公布日期 民国109年1月8日 三法规内容 第一条 立法依据 第二条 职权之行使 第三条 委员会及国家人权委员会之设置 第三条 之一 监察委员之资格 第四条 审计部之设置及执掌 第五条 审计长之执权 第六条 院长职务及其与副院长 委员出缺之计任人任期 第七条 院会 第八条 刑署 第九条 秘书长之任用语执权 第十条 各处之设置及掌理事项 第十一条 删除 第十二条 各级人员之执称 职务列等级员额 第十三条 会计室 统计室 人事事及政风事之编制 第十三条 之一 助理之聘用 第十四条 会议规则及处务规程 第十五条 施行日 六 考试院组织法 一 修正日期 民国108年12月10日 二 公布日期 民国109年1月8日 三 法规内容 第一条 立法依据 第二条 长理事项及职权之行事 第三条 考试委员之名额 院长 副院长及考试委员之任 其与初缺选任方式 第四条 考试委员之资格 第五条 院长副院长 考试委员的任期 删除 第五条之一 副中国大陆地区 兼职之禁止 第六条 所属机关之设置 第七条 院会之组成及其职权 第八条 院长职长 第九条 秘书长 副秘书长之职权 第十条 秘书处 组 市之掌理事项 第十一条 考试院之编制 第十二条 参事之设置及职权 第十三条 删除 第十四条 公事之设置 第十五条 委员会设置 删除 第十六条 审考权处设置 删除 第十七条 公务人员之任用 删除 第十八条 会议规则及 处务规程之定定 第十九条 施行日 本法修正施行前 已在任之院长 副院长及考试 委员行使职权之期限 七 宪法诉讼法 第一章总则一 第二章 一般程序规定 第一节当事人 及诉讼代理人六 第二节规避九 第三节书状及申请十四 第四节言辞辩论二十四 第五节裁判三十 第六节准用规定四十五 第三章 法规范宪法审查 及裁判宪法审查案件 第一节国家机关 立法委员申请法 规范宪法审查四十七 第二节法院申请法 规范宪法审查五十五 第三节人民申请法 规范宪法审查 及裁判宪法审查五十九 第四章 机关争议案件六十五 第五章 总统 副总统弹劾案件六十八 第六章 政党违宪解散案件七十七 第七章 地方自治保障案件八十二 第八章 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案件八十四 第九章 负责九十 八 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 一修正日期 民国九十二年六月五日 二公布日期 民国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三法规内容 第一条 立法依据 第二条 会议定位 第三条 主席 第四条 出席人员 第五条 决议知性职 第六条 秘书长之设置及职权 第七条 副秘书长之设置及职权 第八条 国家安全局之设置 第九条 咨询委员之设置 第十条 秘书处长理事项 第十一条 人员编制及职等 第十二条 聘用人员聘用规定施行日 第十三条 职务职系选用依据 第十四条 任用资格 第十五条 议事规则及处务规程 第十六条 施行日 九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一年十一月六日 二公布日期 民国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三法规内容 第一章总则一 第二章议案审议期 第二章之一 听取总统国情报告十五之一 第三章听取报告与咨询十六 第四章同意权之行十二十九 第五章复议案之处理三十二 第六章不信任案之处理三十六 第七章弹劾案之提出四十二 第七章之一罢免案之提出及审议四十四之一 第八章文件调阅之处理四十五 第九章委员会公厅会之举行五十四 第十章行政命令之审查六十 第十一章请愿文书之审查六十四 第十二章党团协商六十八 第十三章负责七十五 十、监察法 一修正日期 民国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公布日期 民国一百一十年一月二十日 三法规内容 第一章总则一 第二章谈何权武 第三章纠矩权十九 第四章纠正二十四 第五章调查二十六 第六章负责三十一 十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一修正日期 民国一百一十年十一月三十日 二公布日期 民国一百一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三法规内容 第一章总则一 第二章选举罢免机关六 第三章选举及罢免 第一节选举人十四 第二节选举人名册二十 第三节候选人二十四 第四节选举区三十五 第五节选举公告三十八 第六节选举及罢免活动四十 第七节投票及开票五十七 第八节选举结果六十七 第九节罢免 第一款罢免案之提出七十五 第二款罢免案之成立七十九 第三款罢免之投票及开票八十七 第四章罢免、删除 第五章妨害选举罢免之处罚九十三 第六章选举罢免诉讼一一八 第七章负责一三零 十二、国家赔偿法 一修正日期、民国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日 二公布日期、民国一百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三法规内容 第一条、立法依据 第二条、国家赔偿责任 第三条、国家就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有欠缺至损害所负赔偿责任之要件 第四条、市同公务员 第五条、补充法 第六条、特别法 第七条、赔偿方法 第八条、损害赔偿请求权及求偿权之消灭时效 第九条、赔偿义务机关 第十条、书面请求及协议书 第十一条、诉讼 第十二条、诉讼之补充法 第十三条、有审判职务公务员侵害人民权利 第十四条、公法人之准用 第十五条、外国人之适用 第十六条、施行细则 第十七条、施行日 十三、地方制度法 一修正日期、民国一百一十一年五月十日 二公布日期、民国一百一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三法规内容 第一章、总则一 第二章、省政府与省资议会八 第三章、地方自治 第一节、地方自治团体及其居民之权利与义务十四 第二节、自治事项十八 第三节、自治法规二十五 第四节、自治组织 第一款、地方立法机关三十三 第二款、地方行政机关五十五 第五节、自治财政六十三 第四章、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兼职关系七十五 第四章、之一、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八十三之二 第五章、负责八十四 十四、公民投票法 一、修正日期、民国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七日 二、公布日期、民国一百零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三、法规内容 第一章、总则一 第二章、提案人、联署人及投票权人期 第三章、公民投票程序 第一节、全国性公民投票九 第二节、地方性公民投票二十六 第四章、公民投票结果二十九 第五章、法则三十三 第六章、公民投票征送四十七 第七章、负责五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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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负责五十四